各位修憲委員會的委員 以及出席今天公聽會的各位學者專家 代表大家好 非常感謝大家來出席修憲委員會第十場的公聽會 那今天的公聽會 也是我們本屆修憲委員會成立以來的 預計最後一場的公聽會 因為我們經過趙委的協商是預計召開十場 那麼今天是最後一場 那今天的公聽會結束之後 如果趙委的協調會議順利形成 這個後續議程的規劃的話 那麼委員會應該是要來正式審議修憲的這個提案 那所以今天的公聽會是最後一場 非常重要的一場公聽會 那我首先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立法院的進程 經過朝野協商這個會期 休會日是定於6月16號下個月 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順利在公聽會十場結束之後 來進入修憲委員會修憲案的審查 那我們要三讀通過並交付明年大選並同舉行公民覆決 最晚的時間點我們可以審議的時間大概是一個月 所以時間非常的緊迫 那我們目前有多少修憲案呢跟大家來報告是 我們進院會交付修憲委員會審查的修憲案提案有21件 那明天院會之後陸續還會有7件修憲案是在覆議期期滿 那麼將交付修憲委員會審查 所以目前交付審查有28案 但如果我們還加計還在議程草案當中的 以及還有案子還停在程序委員會的話 總計是30案 30案 那也有可能還會有委員再繼續提出 所以也就是說在未來短短的一個月的短短的審議期之內 針對30幾案的修憲案要如何凝聚共識 我想會是這一次修憲是否能夠有所成果 還是一事無成的一個關鍵 所以我們非常關心的是未來一個月的共識能否順利形成 那我們過去舉行了9場公聽會 大概9場依照照委的規劃 大概針對每一個修憲的主題都已經規劃召開 邀請大家來發言 所以我們今天的公聽會呢 本期希望說能夠把握這次機會 我們來對未來共識的形成 能夠聽取大家的意見 如何來協助朝野各政黨 來凝聚本次修憲的一個共識形成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只針對單一議題內容來討論 我們要聚焦接下來修憲的共識形成 與實質的策略 邀請各位學者專家來提供建議 那麼作為社會對朝野政黨的一個期許 那以作為我們未來在審查的時候有個依據 那因此我的提剛的這個規劃主要有兩個部分 我跟大家來報告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就是希望能夠聽取大家認為說 未來修憲審議的時候 朝野政黨應優先針對哪些議題來形成共識 那因為目前呢 民間事實上已有數十個公民團體 組成相關的推動這個限改的聯盟 也提出具體兩階段修憲 也就是2016跟2018的兩階段修憲 所以我們就以此為一個參考 來提出今天的提剛一 那我們有把這個民間團體所提出來 希望列入第一階段優先處理的議題 總共有四項 所以我們列為提剛一 來請問各專家學者是否同意說 未來立法院以這四個主要的議題 為優先共識形成的內容 那我稍微簡述一下這四個議題 第一個是這個參政權年齡的下修 那麼因為目前經過公聽會 舉行下來大概對於18歲投票權 朝野政黨比較有共識 所以我們這邊要進一步詢問的是 是目前立法院版本當中 對於被選舉權是否也要下修到20歲 或甚至是18歲 那或者是有版本也認為說 那是否就將憲法第130條規定刪除 而參政權的年齡改與法律規範 這是第一項議題 那直接就叫各位專家學者 那第二個是否要擴充人權清單路線 那第三是立法委員的選制改革 目前的爭點跟版本是 我們要採連立制或並立制 那第二是不分區立委席次分配門檻 是否應從5%降為3% 那第四是修憲發動權的歸屬 及修憲門檻的下修 那麼第一個是 我們是否要賦予人民連署 提出憲法修正案的權利 那第二是修憲門檻是否應向下調整 那目前提綱裡面列的是4個版本 的這個門檻規劃 但是也有新的提案 所以目前是有5種門檻的設計 我很快的簡略說明 那麼第一個是立委提案四分之一 那麼議決是三分之二三分之二 那公投的門檻是五分之二 指的是選舉人總額的五分之二 那我以下就非常簡略的說明 那第二種是 提案四分之一議決三分之二三分之二 公投採簡單多數 第三種版本是 提案四分之一議決三分之二四分之三 公投採簡單多數 第四種是提案四分之一議決三分之二三分之二 公投門檻不變 第五是提案三分之一議決三分之二三分之二 公投門檻採雙二分之一 也就是選舉人的二分之一投票 二分之一同意通過 以上是目前有五種版本的下修方式 這個是提綱一 那麼請教大家是不是優先以這個為形成共識 那當然如果我們學友專家認為還有其他 也應該優先行程共識也請提出來 這第一個提綱 那第二是第二個提綱是因為我們有感 過去九場公聽會到目前為止 那麼也有許多的民間人士團體反應說 這一次的修憲公眾參與還是不足 只有立法院的公聽會 因為邀請的人數相當受限 那能夠無法廣納公眾的參與 那所以是不是我們應該要自我檢討 未來的修憲工程應該要有法制上提供公眾參與的途徑跟機會的一個保障 所以若有第二階段的修憲工程 未來是否能夠補足公眾參與不足的問題 所以我們提綱二請教大家 現行修憲程序公民參與鮮有不足 未來是否訂定專法提升並保障修憲過程中的公民參與 這是這一次的兩個提綱 那當然如果與會學者專家認為還有其他重要意見不再提綱之列 我們也歡迎提出來 那我想我這個作為主席非常感謝大家的與會 我們很希望今天的公聽會能夠藉由大家的智慧 能夠來協助接下來共識的行程 讓立法院更符合民意 好這是今天的提綱 那我接著向大家來介紹我們出席的人士 那我首先先介紹我們與會的學者專家 那我們依照我們的文書上面的順序來介紹 第一位我們介紹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楊日清教授 歡迎楊教授 第二位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李炳南教授 歡迎您 文化大學法律系謝榮堂教授 歡迎您 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林中山教授 還沒有到 好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教授 吳英德教授 歡迎您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李迅民顧問 歡迎您 巴黎第一大學博士候選人李筍成 博士候選人 還沒到 那我們介紹台北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 郝培之教授 歡迎您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徐瑋群教授 歡迎您 東吳大學政治系陳俊宏教授 歡迎您 我們還沒有到的 萬國法律事務所顧綠熊律師 待會也會到 那以及全國憲政聯盟 憲改聯盟造極人 那麼同時也是政大社會學系特兵教授 顧中華教授 還沒有到 那我們介紹 經濟民主聯合造極人賴中強律師 歡迎您 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陳茂雄會長 歡迎您 東海大學法律系教授林騰耀教授 歡迎您 那我們介紹 本屆同為招委的我們的吳玉生委員 每一場公平會都到 歡迎您 好 那我們待會進行的程序 我們就請學者專家 逐位發言 我們以簽到的順序來邀請 那第一輪發言每一位八分鐘 那第一輪發言完之後 我們會請本位委員來發言 那麼再來接著進行第二輪的發言 每人五分鐘 那麼主席還是肯切的邀請我們學者專家 能夠優先就我們提綱關心的部分 來提供建言 那當然也歡迎您其他提綱以外的意見 好 那我們就接著來進行這個發言 那首先我們第一位請李炳南教授發言 那第二位請林騰耀老師準備 主席 在座各位委員 各位學者專家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我想對提綱當中第一大部分的第三小點 來進行發言 首先關於這個人權的清單 我先講一下我個人的一些建議 提綱式的 那麼第一點呢 讓異鄉人有投票的權利 不再及投票制度 應該早日實施 那麼第二呢 尊重病臨死者的權利 安樂時應該考慮 疑語合法化 第三 單身女性應該有做人的權利 第四 醫療行者合理化 才能讓醫師病人雙方兩全 第五 偵查不公開形同據聞 嚴重侵犯當事人的隱私權 與名譽權 立法院應於正式 第六 定定反啟示法 讓法律明確為所有外籍配偶 包括中國大陸籍配偶 建立保護牆 第七 個人認同同性結婚 是基本人權 我們社會應該包容同性結婚 第八 讓受僱者同工同酬 讓派遣工不受歧視 那麼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想對二三次 我來做一點補充說明 第一點尊重 第二點尊重濱臨死者的權利 安樂時應該考慮合法化 目前 有瑞士 荷蘭比利時 盧森堡 艾薩尼亞 阿爾巴尼亞 加拿大 魁北克省 美國奧勒剛州 華盛頓州 蒙大拿州等 已經合法化 管理第三點 做一個補充 單身女性 應有做人的權利 目前 要求已婚女性 才有做人權利的 有日本 香港 新加坡 中國大陸 菲律賓 印尼 馬來西亞 巴基斯坦 科威特 埃及 伊朗 沙烏地阿拉伯 塞浦路斯等 二十多個國家 另一方面 不要求已婚女性 才有做人權利的 有美國 加拿大 英國 芬蘭 荷蘭 波蘭 西班牙 南非 澳洲 巴西 南韓 泰國等三十多個國家 那麼從這個說明來看 在東亞儒家文化傳統 以及 這個 伊斯蘭 文化地區的 還比較 限制 要求 已婚女性 才有做人權 那我覺得這個 單身女性 應該也 也有做人的權利 現在人口 越來越少 另外一點 做一點補充就是 第四點 醫療行者合理化 才能讓醫 醫師病人 雙方兩全 台灣的醫師的犯罪力 平均呢 每三十八天 就有一名醫師犯罪 這會導致 醫病 雙數 德國 多彩民宿途徑 來解決醫師 病人之間的醫療糾紛 就比較角度來看 醫師的有罪力 台灣是2.8% 日本0.4% 德國0.3%強 台灣是日本的七倍 是德國的九倍強 至於呢 美國有史以來 只有七位醫師被定罪 台灣這麼高的醫師定罪力 可能讓醫師 採取治療方案時 趨以保守 這樣 對病人不見得有利 這是我關於第一大項 第二個提綱的發言 那麼關於第三項 立法委員選制改革 那麼我個人主張的是 德國的這個 人力制 那麼不分區立委 息事分配門檻 可以考慮降低到3% 那麼關於這個兩個制度的比較 我想在過去的工天會裡面 談的很多 我想只有下面這一點 我個人來補充 我想補充的是那個價值觀 對政黨論統的影響 這個選民的這種價值觀 變化趨勢對於選制 要採取這種詮釋 來怎麼樣來看待 研究發現 最近這40年來 當代歐每個主要民主國家的公民 所持有的價值觀 已經在下述兩個面向 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這兩個面向可以分為 第一物質主義的世界觀 第二後物質主義的世界觀 前者物質主義世界觀 指的就是對於安全 與防護問題表現出關心的人 的那種價值觀 後物質主義世界觀 只對於環境與平等問題 表現出關心者的這種價值觀 那麼研究結果顯示 持有前者世界觀的公民 雖然還是佔多數 但後者就是後物質主義世界觀 的這樣的人 比例正在變得更大 這種價值觀的轉變 同時影響了選民的政黨認同 還有他的投票行為 簡單來說 物質主義世界觀的 傾向以投給右翼政黨 後物質主義世界觀的 傾向以投給左翼的政黨 那麼這種情況在美國是這樣 在歐洲 工業民主化的國家也是這樣 那麼究竟應該採取何種選舉制度 應該考慮到公民社會價值觀的這種轉變趨勢 假如傳統的兩黨政治沒有辦法包容這種新價值觀 則選舉制度應該讓這種新生的公民群體 有個發援的空間 如此這個政治社會才會穩定下來 按照這樣的看法 我個人覺得德國的仁義制 以及門檻稍微下修到3% 似乎比較以這種民意的新的發展趨勢相吻合 以上報告 謝謝 其他的這個書面資料 我想節省時間 一併提交給大會 來作為會議記錄 謝謝 好 謝謝李炳南教授的發言 那我們第二位請林騰耀教授發言 第三位請謝榮棠教授準備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專家學者 大家午安 94年修憲的時候 我擔任任務型國大代表 就認為上次那個修憲是非常糟糕的一個修憲 那麼在場也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教授朋友 我說這種憲法如果這樣修的話 你回去可能教明法 不能再教憲法 結果很雕詭的是 他回去還是教憲法 還現在還當上了大法官 在解釋憲法 那我想到這個事情 今天我們十年後 才看到這個提綱啊 心裡上 心裡是有點難過的 不過我這裡 按照那個主席剛才的一個要求啊 就是針對這個四個提綱啊 來表示一下意見 第一個我是認為最重要的 一定要提升老百姓的做主人權 就主人權 不是參政權 參政權的過去的老觀念 好像老百姓來參加而已 老百姓這個國家的主人 所以這個直接民權在這次的修憲呢 要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們講 關於這次的這個提綱裡頭 所談到的這個被選舉權 是不是要修到 當然是要修到18歲 選舉權修到18歲 被選舉權 當天下修2歲 或3歲到20歲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的贊同要下修 因為民法規定 20歲就有行為能力 那都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那為什麼他們沒有選舉權 被選舉權 國外這個已經都開放了 我覺得也應該開放 第二個 擴充人權清單 我在上一場已經表示過了 最重要一個就是抵抗權 反抗暴政權 還有反抗爛政權 這個反抗權 這個立法委員沒有提 我希望能夠提一提吧 怎麼這個在法國人權宣言 就有了這個基本能權 到現在我們還都不重視呢 所以這個第一個 人權我認為 反抗暴政權 反抗爛政權的 總共這個簡單的反抗權 要把它提為最重要的一個人權 第二個 人格的自由發展權很重要的 人格權 包括它的自由發展 第三個就是我上次所講到的 私教教育王國 我正在教育王國的這個現象 到現在還是這樣 教育的平等權完全失去了 教育是一切平等的基礎 今天台灣會這麼亂 這就是教育不平等 私立學校的學生 收他兩倍公立學校的學費 給他的什麼 是低於公立學校 一半以下的這種教育水準 我們作為教育界的人 是不感到羞恥嗎 所以教育的平等前 我上次所提到 就會私校的整頓 是一個大事 希望能夠在教育平等前 對私校的問題加以重視 第三個就是關於立委的選制 我想簡單的說明 應該當然是聯力制 非常重要 我透過理念 政策 可以獲得選民的認同 而不要透過這個 裝腳 派系 金錢 財團 來得到這個選票 然後成為立法委員 今天的立法委員的水準怎麼樣 在場的三位 四位 都是年輕的世代 可能還好一點 但有些實在是 不敢看 丟死這個就是國家的臉 所以我希望透過聯力制 讓大家一次選票的一半 就可以解決 透過政策 理念 人選 就來決定我們的立法委員 而不是透過他的金錢 派系 黑道 來決定這個立法委員的人選 那麼第四點提綱 我寫了一篇 就是今天我在書面上 所寫到的就是 憲法不應該成為祖宗的遺訓 現在不是封建時代了 不要把憲法 當作封建帝國時代的祖宗遺訓 讓活的人啊 來為死人制定憲法 那麼其實 就是美國這個自盛的先前 華盛頓我這裡舉的 華盛頓跟這個 傑夫人都講過這個事情 這個是自憲者跟修憲者的才智 都是有限的 你不能說我修完 你看我們十年 九十四年修憲到現在知道是 離離落落 造成那個 國民黨籍的這個 馬英九 我上次已經講過了 是多數無能的胡亂行政 民進黨呢 大家也都知道啊 阿扁啊 阿扁是幹什麼的 少數交橫的破碎民主啊 這個很清楚在這個這十年當中 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應該怎麼樣呢 這個憲法應該這個修憲的門檻要降低 另外呢 必須要那個什麼 讓老百姓能夠直接行使主權 可以提修憲案 自憲案甚至都可以提啊 為什麼不能提呢 老百姓是主人啊 代議政治的流弊 這幾年發生的這種現象 是不是很清楚啊 大家都有共識 才會有今天大家說 應該修憲法大家修一修 今天我覺得比較佩服 是民進黨比較有良心發現 國民黨到現在還沒良心發現 很多的事情還在 基本上最重要的很多的這些人權 最重要的很多的制度 都沒有好好修圍 但是民進黨我也希望這個 不要再堅持這個內閣制 內閣制不要 內閣制也政治也很重要 在目前如果 因為如果顯示改變以後 內閣的成員就可能會好 這個立法委員數字 數字好了以後 這個內閣制的實現 這可能性就大一點 所以 是國民黨不要 是民進黨不要吧 國民黨要內閣制吧 對啊 我們講那個這個很重要 就是你的 你如果是立法委的水準 跟現在一樣 那個字沒有什麼意思吧 都是那邊在操弄的 所以大家默默良心 十年前呢 我很多朋友在國民黨會 在見過面 我真的很生氣跟人講 那回去只能教民法 不能教憲法 結果 我剛剛講過了 現在當大法官還在實現 那我們講 我想到憲法不應該成為 祖宗的餘性 這個是最重要一個觀念 一定要下修 這個修憲的門檻 現在哪 全世界哪一個國家 是所謂的什麼 四分之一 還有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以後 還要再來一次 公民投票到二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 這是全世界沒有這樣搞的 這等於是死人在掐死活人 這是民主的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限制 對直接民權的枷鎖限制 把它捆住了 所以我上次講過了 這個 在法國 盧說已經講過了 社會企業說已經講過了 投完票以後變成奴隸吧 不是嗎 你現在不是奴隸嗎 你想想你現在是不是奴隸 這種制度 應該要推翻了 所以我是極力 剛剛回到這個東西 一定要 把那個反抗權 反抗壓迫權 反抗爛政權 都要提 我們的立法委員 這次沒有半個人提 這麼重要的人權 竟然沒有你想到這個事情 所以我在這集 在特別就這個主席 剛剛所提的四個人做一個說明 以上 還有書面的資料 請大家指教 謝謝大家 謝謝 林滕耀老師 謝謝 我先補充介紹 我們與會的委員 道場 李貴明委員 歡迎 丁守中委員 吳玉仁委員 還有我們同為昭委的李俊毅委員 好 我們接下來請 謝榮唐教授發言 第四位請 吳英德 教授準備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 我覺得今天很高興 來參加最後一場 我想中華民國憲法 號稱五權憲法 這是一個由理論架構所架構出來的憲法 其實它是沒有實證經驗的 那這部沒有實證經驗的憲法 那麼實行到現在 它有許多的問題 我想延續我上一場曾經提過的問題 我們修憲是玩真的玩假的 是要玩大的玩小的 那假的是玩真的 那我想我們知道 古蹟的修復 比把古蹟全部拆掉 蓋新的還要來的耗時間 還要來的麻煩 而且後遺症更多 那當然 那也許 是不是自限會比較好一點呢 其實以我們現在的 如果我們是大規模的修的話 那如果超過二分級 那其實是應該自限 重新自限而不是修限 那順著主席 剛才所提示的幾個問題 我想我來再說說明 至於憲法130條 是不是應該降低投票年齡為18歲 當然贊成 而且憲法130條刪除可能是一個好的做法 因為憲法130條它只規定選舉權的年齡 可是在中華民國這個混亂的法律體制裡面呢 我們還有幾個法律需要思考 我們知道民法是20歲成年 刑法18歲 但是我們的行政程序法呢 又比照民法又是20歲 所以假設我們今天只有降低投票年齡為18歲的話 那可能會發生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有權投票 但如果因為投票的過程呢 有這個爭議的話 那依照行政程序法或者是訴願法的規定呢 我可能沒有當事人能力 所以還要找我的法定代理的人才可以訴願 才可以提起訴訟 所以我想這個必須說我們這是代諾的法務部 對於這個民法18歲一直遲遲不休 其實我們在法學界也一直很難理解到底為什麼 全世界都已經降到18歲 那這個甚至還有降到16歲的 像蘇格蘭公投也是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不只是這個投票年齡要降低 我想我們相關的整個法律配套措施都要一併完成 否則會發生呢 這個有投票權沒有訴願權沒有訴訟權的這個尷尬跟疑慮 那所以這個第二個問題是人權清單的問題 我想我作為一個憲法學者當然全力支持呢 這個人權清單應該大幅的擴充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激受德國威馬憲法 這是個舊版本 可是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已經有了德國基本法 這是新的版本 很遺憾我們沒有激受到 說白話沒有抄到 那德國憲法 基本法第一條最重要的第一項就是說 人性尊嚴不可侵犯 可是中華民國憲法沒有 中華民國憲法只有在針對條文第十條第五項 國家應尊重婦女之人性尊嚴促進兩性之實質平等 可是我們作為男性有個問題 那我們男人的尊嚴擺哪裡去 為什麼這個條文只有保障女性之人和尊嚴 其實這是一個很 對不起這個不堪的立法 其實應該人性尊嚴不可侵犯 不管是男人女人或是任何性別都該予以保障 我想如果要把人權清單列入的話 這是第一個要考慮的 第二個 對於到底有哪些人權 我們這幾年這個有兩公約 還有呢這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兒童公約 其實不斷的這些個公約 這個的施行法施行之後 我們到底是否已經擴充了我們人權的內容 相當程度是擴充了 但是我們一個基礎問題沒有解決 就是剛才林滕陽老師一直在提的呢 關於這個國民的抗暴權 這在德國基本法第20條第4項有提到 但是我們問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的所有的基本權利呢 就目前的中華民國憲法 只有在憲法第23條 那四個條件裡面 這個造成妨礙他人自由啦 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跟公共秩序所必要者外 都可以以法律來加以限制 各位我們試想 憲法第15條把當人民的生存權 在憲法第23條說可以為必要的限制 但是各位如果我們來想想看 我們爭議了很久的 剛才林滕陽老師跟李秉蘭老師也提到了 安樂死或是生命權的問題 各位限制跟剝奪 在我們學法律都知道 法律呢必然是以文藝的解釋作為出發 如果文藝解釋不通再尋求其他方式 但以我們現在的目前的 這個憲法23條一種 概括的限制人權的條款 這是不入流的 為什麼 以德國的基本法 在每一個基本權後面呢 非常明確的告訴你 這是有保留的基本權 或是無保留的基本權 或是依據法律 或是依據法律所發布的命令 可以來作為限制的基礎 但是依照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目前的這樣的一個條文呢 那麼其實我們無法解決 從憲法文藝上的解釋 其實我們的死刑制度 就憲法第23條的 為必要之限制的文藝來看 恐怕是經不起檢驗 但是我們大法官 這個對這個部分呢是不講話 所以我想我比較贊成呢 這個不但要擴充人權的這個內容 而且呢 對於各個人權或基本權利 它應該依據什麼樣的法律 到底是憲法保留 一般國會保留 或者是一般保留的問題 應該徹底解決 最後我想對於這個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 當然因為我留學德國 我比較贊成是一個德國的聯義制 那我們憲法又規定呢 立法委員不得兼任管理 假設我們要朝向內閣制來發展的話 個人比較傾向於依照德國的制度呢 將優秀的 將來有可能執政的人 作為這個 所謂的政黨比例代表制的人選 為什麼 是把這些人呢 他可能有執政能力 有執政的專業能力 但是不像這個民意代表呢 這麼好的體力跟精神來參與選舉 恐怕是不容易的 那麼所以假設我們要採取聯義制 而且改採內閣制的話 那麼對於政黨的比例代表 也就是所謂的不分區 到底要他來幹什麼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要說清楚 至於這個修憲的門檻的部分呢 我想我前面的幾位 幾位都有提出了 我不表示意見 至於最後 公民的參與 我想在我們今天 這麼發達的網路時代裡面 公民的參與其實是無所不在 那其實公民所需要做的是 最後的決定 我們有了修憲的意愛 那有公民有複決的權利 我想夠了 那至於呢 這個網路上所發布的 或者是在PTT 或是任何地方所發布的這個意見 我想都可以作為參考 其實我們已經在一個 資訊非常發達的時代 我想公民的參與的部分 不僅限於在修憲會議的過程裡面 來參與發言或是旁聽 我想這是 這可能沒有那麼重要 以上報告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教授的發言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第四位 吳贏德教授發言 下一位請楊日清教授準備 主席 在座各位宇慧先進 各位委員 大家好 針對今天這個提綱的部分 提供我自己的意見 其實剛才如同前面的幾位老師所提到的 其實我個人也贊成這個 關於選舉權的部分 是可以把它再下修到18歲 那我想今天就提供的部分 其實這個大概大家都已經有共識 那第二個問題當然就是 主要是在於被選舉權 是不是應該要下修到20歲或18歲這個部分 那我想憲法在130條 剛才其實老師有提到 就是關於這個 國民的這個選舉權跟被選舉權的規定 其實他有一個很明白 而且明確的規定的這個地方 那但是呢 大法官在4至290號呢 其實也有提到關於這個部分 他是認為說 其實應該還是要參著 其他民主國家的通力 隨時檢討 那麼如果認為有繼續維持是必要的話呢 也應該要重視他的實質的意義 那麼斟酌呢 就學有實際困難的這些 其實他提的這個部分呢 我想 或許大法官在4至290號的部分 也已經提到了 或許應該要交由立法機關 來做一個合理的裁量 但是應該比較特別的是 在於這個地方的規定是非常明確 20跟 對不起 20跟23 是很明確的 那所以如果今天 我們要把這個年齡下修的話 看起來 當然除了 剛才幾位專家所提到的 就是說除了把它刪除以外 是不是可以從法律層面來做一個另外的規範 那或許這是一個可以去思考的方向 因為如果從4至290來看的話 看起來大法官應該也不是認為 它是一個強制 而且是不可變更的規定 那第二個是有關於這個 擴充人權清單路線的部分 那我想其實就人權議題而言呢 世界各國在這幾年都非常的重視 那其實政府在這幾年過來 馬總統也其實也包括兩公約的部分 我們也都已經有簽署 那而且也要求這個法務部 必須把相關的這個法令配套 一併做一個檢討跟修正 那其實當然就人權議題 或者是人權的保障 把它寫入憲法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的看法是認為說 因為人權呢 它當然是個普世的價值 但是它真正要保障的東西 會隨著時代而發生變動 那如果隨著時代發生變動的話 我們是不是每增加一項新的 大家所重視的人權 我們就要再來修憲一次把它放進去 那如果沒有放入憲法 就表示說它不應該被保障嗎 還是說放入憲法的是優先應該被保障 那沒有被放入的不是優先應該被保障 所以我的看法是認為說 當然是不一定要納入憲法 那是不是可以透過立法或者政策層面 來解決 那另外第二個點就是說 其實妥善的解釋憲法 可能比修憲來得更重要 在現實層面上面 是不是也更容易來執行 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這個議題 或者這個人權的這個議題呢 現今的這個憲法並沒有規範 那透過大法官的示現 或者是法院在司法實踐上面的解釋 是不是也能夠來解決這樣子的問題呢 那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第三點關於提綱第三點關於立法委員的選制改革的部分 是應該採連立制還是病立制呢 其實我想從公聽會到現在為止 大概大部分的專家其實都贊成是採德國的連立制 我個人也是贊成連立制 那當然這個可以避免我們目前選制上面一個 如同上次我在上一場公聽會所提到的 就是有一些選區的這個選民的人數其實並不多 但是他也可以選一席立委 那有一些選區的選民人數很多 那才選一席立委 所以的確會發生這個委員在代表性上面 會有不足的這種 也不能說不足 但是就是說會有明顯在選票上面的差異性 那所以當然我個人還是比較支持連立 但是如果採連立制的話 其實就學理上面來看的話 是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容易有小黨連立的問題 小黨連立的問題 那所以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提綱第二點 又再多一個要不要把門檻從5%下降到3% 那如果從憲法上面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制定一個5%或3% 或許可能會有違反這個憲法的這個 所保障這種選舉的平等權 或者是政黨這種機會均等的這種原則上面 參與的一個原則 所以如果要繼續維持連立制 對不起要修正朝向連立制 我覺得也很好 但是關於政黨門檻 是不是要從5下修到3% 其實我個人也是贊同 因為目前我們的總統其實已經是直接民選了 其實當然我們這次大家也吵得很兇說 到底是要總統制還是內閣制 我想就現實狀況來說 我覺得我們可能很難說我們要維持純粹的內閣制 因為狹帶幾百萬選票的總統 然後你跟他說 你所擁有的只有這個象徵性的這種權利 其實可能有一定的困難 那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我覺得在我們台灣目前現實的政治環境中 縱使你把政黨票把它下修到3% 可能也很難發生小黨臨立的狀況 大概還是會維持在兩大黨 再加上比較小的兩小黨的情況 我想就政治的現實上面來看 還是會傾向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我個人也贊成是可以下修到3%是沒有問題 那提剛的第四點 關於要不要賦予人民連署提出憲法修正案的權利 那美國各州呢就美國為例的話 其實州憲法的修正的部分 在人民提出連署的修正上面 州憲法大概的提案的門檻 大約是4%到15%之間 4%到15%之間 其實各州規範都不太一樣 那有的州採取是簡單多數 那有的州呢是除了簡單多數以外 還加一個最低的票門檻 例如有的州規範的是選舉總人數的30%或40% 那有的州採取是絕對多數 就是三分之二 或者是合格選民的過半數的同意 那我想基於人民現在是當家做主 那麼也加上希望能夠擴大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的話 其實是可以賦予人民提出修正案的權利 那我想大概可能接下來就是大願要煩惱的地方 那這樣子這個關於相關的配套跟門檻的部分 要怎麼樣來做一個基本的規範 那提剛的在第二個部分是關於修憲門檻 是不是應該向下調整的部分 那其實修憲門檻要不要向下調整 這個我個人對這個部分是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原因是因為憲法的修正 憲法修正其實應該還是要有一個極高度的一種國民 或者是選民 或者是國內各黨派之間的一種高度的共識 那如果把門檻下修的話 會不會在沒有辦法凝聚共識之前 那麼就冒然的讓修正通過了 其實剛才也有其他專家提到說 我們幾次修憲的結果 其實就是今天這樣子的狀況 但是事實上目前我們的門檻 的確是有點高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斟酌把這個門檻下降 那我個人就大願所提供的提剛的部分 我是比較支持最後一案 就是立委提案門檻的四分之一 出席的三分之二 決議人數的三分之二 那麼公民復決還是維持有效票的一半 就是這個提剛的最後一個部分 最後第四點的這個提剛的這個方案 我個人是比較支持最後一項 那最後一個呢 關於這個現行修憲程序 公民參與顯有不足 要不要制定專法 這個我也才贊同了意見 因為如果既然都要賦予人民 這個連署提出憲法修正案的權利的話 的確是可以給予人民 這個關於這個專法 那麼來擴大人民的參與 或許這樣子也可以讓我們這個修憲的弊病 上面可以再減輕一點 因為的確我們現在市場公聽會 這個所邀請的學學專家 當然也已經非常多了 但是對不起 但是對於這個民意的匯集上面 我想可能還是有一段落差 或許這個可以留待之後再來努力 以上向各位報告謝謝 好非常謝謝吳教授的發言 我們接下來請楊日清教授發言 請陳茂雄會長準備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學者還有在座的先生女士 大家午安 我翻閱了立法委員提的很多修正案 那麼關於要降低選舉權年齡門檻 還有關於立法委員選舉制度 由現在的所謂兩票並立制改成為兩票連立制 這些提案我認為都相當符合世界潮流 所以是競標支持 但是對於其中有一些提案 我是認為很不妥當 那麼最主要就是說 要把被選舉權也下降到18歲或者20歲 這樣的一種下修 好像是有一點過分討好年輕人 想贏得年輕人的選票 這似乎是屬於一種民粹的做法 所以關於這一點我是期期以為不可 因為選舉的目標 大家都知道是希望能夠選出賢能之士 來為民服務 來代為管理眾人之士 而管理眾人之士 不僅需要生理年齡成熟 而且還要有成熟的心靈 有相當的社會力量 歷練 那麼像這種心理年齡的成熟 如果說是還沒有到達某一個程度 就賦予說是管理眾人之士的 這樣的重責大任 這個等於是要小孩子 挑去很重的重擔 撐起大糧 這是可能是怎麼樣呢 不僅害了孩子 而且可能會危害到整個社會 所以這個我希望看到未來的政界 我們的政治界 向法界有奶嘴法官出現 我們不希望出現有奶嘴的民代 地方首長 政治治理到那種狀況 可能就更加混亂 更加可笑 那個時候的民眾 可能會更加氣憤難平 難以忍受 所以不要過度操作 所謂公民參與 政治參與 這些美好的口號 請正視民主政治的本質 民主在先進國家 我們都知道所實施的 都是代議民主政治 不是直接民主政治 為什麼 因為一般公民 都忙於生活問題 忙於工作賺錢 忙於想辦法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條件 無暇來關心公共事務 更不知道公共問題要如何解決 所以先進的民主國家 為了避免政策法律 由那些對公共事務不了解的公民盲目決定 那麼所以 一般是沒有採取什麼 直接民主或者公民投票 而是透過選舉 期望 選出長期關注公共事務 有知識 有能力 有修養 那麼這一種水準 在一般公民之上的 這樣的賢能之士 來代為決策 立法 代為管理 當然選舉的結果 實際上 沒辦法保證選出的都是賢能之士 同樣的 我們也不必幻想說是提升公民參與 會帶來良好的國家治理 世界上有很多採行競爭性選舉的 所謂民主國家 他的國家治理 實際上一團混亂 連人民的基本需求 希望政府能夠維持社會安定 國家那麼的安定 但是我們看到這些民主國家機關 沒辦法提供這種基本的功能 有人希望說是提升公民參與 建立公民的投票制度 可以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 不過我們看到民主先進國家 像這個美國 那麼美國實際上 它沒有什麼全國性的公民投票 它除了選舉 公民有選舉權之外 沒有罷免權 創制權 複雀權 仍然沒有什麼公民投票制度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 一般公民 他對於公共事務實際上欠缺了解 而且不理性 容易受有群眾魅力的政客 蛊惑閃動 容易盲從 做出一些錯誤的抉擇 那麼我們看到 有一些從政的政治人物 往往爭權 擴權 可以說是 要想獲得權利 要想擴大自己的權利 這幾乎是 普遍的政治人物的共同特性 那麼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 一般民眾對公共事務實際上是欠缺了解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唯一的補救辦法是什麼 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 建立健全的政治制度 防止政客 擴權操縱 那麼當前呢 最重要的 急需改革的 莫過於 國會制度裏面的 黨團協商 黨團協商制度 可以說是已經 被操作成立法院長和民進黨黨編 所主控 以及一些其他 黨編 那麼具有否決權的這種密室政治 這個所操縱 像這種黨團協商 政黨協商 可以說是長久以來 被國人所批評和斥責 這個不良制度的改革 只要多數立委 覺醒 展現道德勇氣 修改立法委員制權行事法 就可以輕易的加以改變 那這屆立委如果做不到 明年一月大選 讓選票淘汰 不願意改革的立委 那麼希望全國的選民 睜大眼睛 選出能夠反映人民意見 願意努力 這個改革制度的 能夠維持社會安定 增進人民父子的 能夠 真的能夠為公益服務的 這樣的立委 那麼唯有選民 能夠做明治選擇 立委的數字提升 國會立法品質 立法功能才有希望提升 我們的憲政改革 才有未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楊教授的發言 我們接下來請陳茂雄會長發言 下一位請李旭銘顧問準備 主席 各位女士先生 那外面有一個傳聞 所以說這個修憲的話 不會有結果 因為各政人的話 都太會算計 都怎麼算 自己有利 所以一般評估大概是不太樂觀 不過呢 我倒是 比較信任國會議員 我想我們國會議員的水準 他應該是很高 他應該會 為國家 為社會做一點事情 舉一個例子 我們這次的議案 其中有一個議案 很多人連署 就提了把考試院 跟監察院的任期 變成說八年但是分段 那八年就是每四年選一次的選一半 那這個有兩個優點 第一個優點的話呢 有傳承的問題 就老頭帶小到新了 第二個的話呢 不要六年的任期 都是有常常有一個總統 幫另外一個總統 再提名那個監察委員跟考試委員 那如果是分成兩段 四年四年的話呢 剛好每一任總統 他都有提名到 他所希望去擔任這個職務的人 所以提這個議案的立委的話呢 我倒是滿尊敬的 那但是 要真正的實施 這一點才是重要 假如是提這種議案 但實際上不實施的話呢 那就是像人家講的 這個算計太深 那怎麼講呢 我們那個立法院的同意前的話呢 這個外表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是太厲害了 超越憲法 超越法律 連我們的那個監察院 都曾經停擺四年 誰在操縱 是立法院在操縱 那所以這種情形的話呢 既然立法院也提出這麼好的議案 知道的話呢 我們那個監察院 考試驗 那應該是交叉 任期交叉 那事實上呢 我們有一個職位也是任期交叉的 是大法官 那大法官呢 那個聖體交叉 也是在立法院的行使同意前呢 造成這個交叉是破壞掉了 所以現在馬上又要行使同意前 我希望我們這個有理想為國家的立法委員 如果尤其是參加聯使 剛才我講的這個議案的立法委員 應該你要想辦法 讓他維持這個大法官的任期呢 也是交叉 因為這個交叉是非常理想的一個處理方式 等於沒任總統的話都會提名 都有機會提名 而且都是老了帶新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蠻理想的一個處理方式 那另外呢 有關的那個立委的選舉制度的話呢 其實呢 並立制在日本的話呢 除了說是飄飄不等職 他們也在叫以外 他們也沒有困擾 他們台灣困擾很大 立委的話呢 並立制現在變成兩大黨 兩大黨的話呢 那就是兩大黨對決 台灣很多的亂象就是兩大黨對決 所以為了台灣現實的環境 應該改成連立制 應該要用小黨能夠生成 那個並立制的話呢 別個地方不會出問題 台灣就是出問題 因為意識形態對立的太嚴重 另外呢 有關這一次的那個降低門檻呢 事實上這個降低門檻呢 是我們這一次修憲比較急的 因為這一次如果沒有利用這一次修憲 那到明年總統大選的時候呢 一起來複決的話呢 那個以後大概就沒有機會了 但是現在呢 我們這個降低門檻呢 那個 有幾個盲點 現在最多題的話呢 把原來立法院的那個四分之三 出席四分之三 同意 改成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這是這樣 看起來是降低了 那降低的話呢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 本來是應該對兩大黨有信心 但是事實上呢 這種模式的話呢 要兩大黨聯合起來 才有機會修憲 因為這一次呢 目前的那個 憲法證修條文 在第七次修憲的話呢 把人民的創制權修掉了 因為以前的人民的創制權 跟複決權是由國民大會來代理執行 但是國民調廢掉 國民大會廢掉 把創制權也廢掉 所以呢 但是這一次我們那個議案 都沒有看到 提到那個 恢復那個人民的創制權 倒是民間團體所辦的 有提到創制權的問題 所以這個呢 我不曉得是不是來得及的話呢 應該讓人民有創制權 提案連時之後 再教人民再做一次複決 我想這個是 那個比較可行的方式 另外有關呢 那個 我們修憲 有立法委員的成案 最後公民複決的話呢 很多人覺得這個門檻太高 是前提公民二分之一呢 要通過是不可能 所以說公民複決 現在我們普遍呢 都把它改成相對多數 事實上呢 一般國家的那個 像公民投票 他們都分成兩類 是一般的公民投票 另外一個是重大議案的公民投票 一般的公民投票的話 大概是不設門檻 相對都是過了就過了 但是重大議案 常常要設門檻 所以我覺得呢 我們這次提出來的版本 大概是最後公民複決 都沒有等於相對多數沒有設門檻呢 我覺得這種情形啦 這一關是形同虛設 因為公民投票相對多數的話呢 出來投的都是贊成的 不贊成的他大概懶得 我就去投一個反對票 我想這個是那個獲然率太低了 那這個沒有設門檻 那就等於一個沒有公民複決一樣了 所以我就覺得 設門檻 但是設門檻的話呢 是不能太高是真的 因為我們第七次修憲的時候 那個公民複決 投票率只有兩成多 只有兩成多 因為我們的台灣人呢 這個很奇怪 對選舉有興趣 碰到選舉的話 投票率可以衝到八成多 當然對於公共政策 是一點興趣都沒有 那經過國民黨 民進黨兩大黨去吹票 吹了最後是兩成多 連三成都達不到 所以一般的話呢 我們那個公民複決 如果要設門檻的話呢 那就是說 投票率的也可以設一個門檻 那設門檻呢 我認為三分之一 你不要看那個不高 其實三分之一就很難衝破了 當然是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有那個立法委員去檢討 但是我覺得是 如果不設門檻 就不要互決了 因為不設門檻的話呢 因為有贊成的 當然贊成的他才會投票 反對是不可能出來投票 那說這個有關的這個 那個 這次修憲的問題 另外一個呢 我是建議兩階段修憲一定要做 因為其他的那個有爭議性的 一者 絕對討不出一個任何結果 況且這一陣的立委的任期已經到了 我們何不留給 比較爭議性的 留給下一屆立委去討論 那這一屆的話呢 沒有爭議性的 即使降機投票聯領 大概應該沒有爭議性 另外一個呢 就是降低門檻一定要做 那個這次降低門檻 等總統大選的時候呢 利用總統大選 綁那個複決 綁公投 還有機會通過 否則的話呢 永遠就動不了了 謝謝各位 好謝謝陳會長的發言 我們接著請李迅民顧問 下一位請好裴之教授準備 主席 還有各位委員 各位的與會學者專家 還有各位媒體記者 你們好 這個修縣的這個有關的公聽會 以及生意呢 經過幾次這樣討論下來 實際上呢 就像今天的這個主題一樣 大概都是Focal在下修的選舉年齡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年齡 是否改於法規規範 還有擴充人權的這些清單 還有改為年歷制或者病歷制 還有賦予公民發動權 以及條件修憲門檻 我想這些爭議也都是 比較比較大的 那麼有藉這個機會呢 我也表示我個人的看法 跟大家報告一下 首先呢 有關這個下修選舉權的年齡的部分 當然而言這個你條這樣選舉權的年齡 為18歲 為大家的共識 我想這個是沒有問題 但並不是意味著是說呢 你被選舉權的年齡呢 你同時可以下降 我們憲法所保障的是說 這是一種制度性的保障 保障功能 它是什麼 維護國民參選的這個權利 所以說呢 憲法的規定呢 並非在什麼 國民的選舉權 被選舉權取得來設定積極條件 它是要消極的是什麼 保障你 你所謂 像現在20以上的選舉權 你不被會侵犯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選舉法 我們的選霸法裡面 它有各項的規定 所以說你滿40歲以上 你必須為 特別規定 我們憲法特別規定 總統須滿40歲以上 還有直轄市長須滿35歲 憲市長也滿30歲 還有鄉政市長須滿26歲 這些主要的原因呢 他們呢 這些五要的原因呢 都是有一些什麼 保障你到了那個年齡以後呢 你有這個所謂的被選舉的權利 並不說積極保障你到那個權利呢 你可以來選 我想這是一種滿重要的觀念 所以憲法上的這些參政權 跟抵抗權是不太一樣的 抵抗權是兩三百年前的觀念 從不服從的觀念而來 當然德國的威馬憲法 把德國憲法 威馬憲法軟弱 所以德國的基本法 把抵抗權建立來 可是抵抗權的觀念 你縱寬世界上的民主國家 從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英美法系的國家 並沒有列入在內 OK 我這邊再向各位報告一下 那就第二點而言 就是說擴充人權清單 我們來看 當然人權清單 是大家所關切的 那作為國會的民意代表 你關切人權是你責無旁貸的責任 也是你受選民所托的這個責任 可是我們必須承認 人權本身是好操作的 好操作的 那它宣誓的意味 我們必須承認 是相當相當大 那反觀我們看看我們的台灣 我們台灣已從所謂的民主法治國 我們進入所謂的社會法治國 我們早已從第一階段的人權 進入第二階段的人權 我們再進入第三階段的這些人權 就像我書面報告所講的 像現在環境權也好 居住權也好 或者移民權也好 還有其他的什麼婦女權利 還有原住民的這個權利 甚至我們剛剛有位學者教授 所講的這些安樂史 這些還有這些 這些不只婦女的權利 還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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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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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的這些這些權利 這些零零種種的 你放在憲法上 當然你宣誓的意義很大 你好像對你選民有所交代 可是問題是在 你有關的設計標準 你在法律的位階上 不是比較妥視嗎 不是比較妥視嗎 我們講好了 所謂的這些安樂史也好 安樂史的有關的人權 當然是放在法律上 哪有放在這憲法之上 所以基本上 有關人權的上面的爭議 我個人是覺得有關的判斷 你還是交給高度專業的司法院大法官來處理吧 OK 你假如說你這個零零種種的設在憲法上 設憲法上再由規定在法律上 你法官你在一般的普通法院的法官 你來這樣判斷的話 我覺得它是能力有所窮的 所以比較高度的 比較高度的有關憲法上 有國人權上的這些所謂的這些路線 特別所謂第三代人權的這些路線 我是覺得還是由專業的司法院大法官處理比較好 我們就第三點而言 我們來看 我們採獨立制或者病立制 實際上過去我們已經討論到很多了 那麼從公元2008年到公元2012年 我們只有兩次經驗 這兩次的經驗的話 當然我也必須承認 兩屆立委選舉的得票率來看 那麼2008年 KMT的區域以及不分區的得票率 大概有50%以上 那分配到的 其次有人統計出來是高達到6成9 那DPP的得票率是12% 僅分配到全體的2成4的選票 但其後呢 2020的選果也有類似的情形 也就是說好像有所謂漂漂不等值 擁含無法反應得票率的這個狀況 那實際上呢 你在整個所謂的這些區域選舉裡面 一定會有這種情形 那麼呢 實際上呢 你在這個兩人禁足的這個當中 你可能呢 得票率 得票率是49% 另外一個人是51% 得票率是很近的 有的政票得票率來看 好像增加了很多 那實際上呢 它也是另外一面 它也是失去的很少 所以你不能單純說 說政黨得票率7% 然後呢 那實質的這個 立委的得票率比較少 而來做這個所謂的抗辯 實際上你要看每一個選區 它所分配的狀況 所以你這方面的這個論述 其實你這方面的 它這方面比較細節 我覺得這地方倒是比較少講了一點 倒想進去 那反觀 你說呢 你這個聯力制呢 也並非是沒有缺點的 那聯力制當然是以德國為主 它主要是以什麼 第二票的政典票 來決定不分區的政黨比例 那由於德國聯力制 它不分區的人數高達 與區域人數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這整人數無法確定 台灣公民與能不能接受呢 有很大的疑慮 再者呢 你所謂的這個 這個德國的這些聯力制 那德國呢 它的區域的選舉 區域的人數跟 跟這分區的是一樣的 那假如說我們在這個時候 再把它的所謂的政黨門檻 從3%調到5%的話 我相信未來 立法院可能整個永無零 也就是說我們未來 是要朝兩個政黨發展 還是說 還是說未來 有所謂的零零種種的這個小黨 實際上並立志的話 在現在的這個設計之下 小黨的發言空間 仍然是相當相當大的 OK 那麼對第四點而言呢 我覺得修憲的這個門檻 以及程序的設定 以及程序的設定 以事後的公投投票的話呢 我覺得不僅是憲法層次上的問題 在執行上它也是什麼 政黨妥協與公民的一些認同度的關係 實際上的確是有 要有兩大黨整個妥協的認度 我們激情的訴求呢 你反而會導致倉促的決定 實際上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2005年的時候呢 很多激情的訴求 立法委員要減半 的確是啊 全老百姓這個拍手贊成 可是現在怎麼樣呢 現在修憲 反而說是大家要增加所謂的 立委的這些人數 認為呢 認為這些立委人數少 委員會的功能沒辦法 沒辦法增加 是政黨協商的功能大增 反而造成詬病 所以說呢 所謂的這些激情的訴求 我想就跟我們所謂降低 這個所謂的公投票 以及這些所謂修憲的門檻 它是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說呢 我覺得呢 現在呢 你現在呢 你兩黨委員呢 實際上應該是 實際上的盛失 中外的環境 以及呢 所謂的台灣夾在大陸 以及美國這個兩牆之間 我們到底要將台灣哪裡去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高度的聖制藝術 而且呢 我們看蘇格蘭的公投已經結束了 那難道台灣的蘇格蘭公投與門檻 對台灣好嗎 請各位學者專家 以及各位立委 來仔細地看一下 那最後呢 我再提這個數字 也是根據這個貴會 貴會呢 它這個1067案所提到的 有李委員他有特別提到 2004年 他強化國防的 這個公投的這個人數 他投票有 有七百四十幾萬 投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五 那我們快點接近百分之五十 假定說我們把它降低成 所謂的這個有效票 降低由二分之一 降低為五分之二的話 那麼各位可以看看 那麼將近就三四百萬人 你要決定兩千一百萬人的前途 那這個情形實際上是蠻危險的 OK 好 報告完畢 謝謝李迅民顧問的發言 在下一位發言前 我先為大家補充介紹 我們到場兩位委員 第一位是我們同為招委的 李學章委員 接著介紹油美女委員 好 我們接下來請好培之教授發言 下一位請徐偉群教授準備 我要準備一個PPT檔 PPT檔準備了嗎 OK OK graduat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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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人 收集 請 � 好,那抱歉,因為我們的那個好教授的要報告檔案還需要一點時間準備 是不是可以容許我先更改發言順序 我們先請下一位徐偉群教授發言 然後我們同時準備好教授的這個報告檔案 請徐教授 主席各位先進 大概在一個禮拜之前 民間團體召開了一個台灣限改藍圖會議 那這場會議邀集到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各政黨的代表、立法委員 民間的團體、學者專家 以及參加草根的限改論壇的代表等等 那在這一次的會議當中 我們進行了一些討論 並且做了一些意向的調查 我們在會議結束的時候,我們得出這個會議的幾個重要的共識 首先當然是大家都認為限改不能夠只有一次的限改 第三個是要降低不分區立委分配的門檻到3% 第四個是要擴大人權保障 強化人權保障機制 這裡面還包括了要明定基本權對國家各機關的拘束力 以及跟國際人權公約的一定連結 這都有九成以上的共識 也包括了要擴大人權清單 在共識當中我們也要強調九成以上的共識認為 關於中央政府體制 也就是包括內閣制、內閣同意權、立法委員兼任、隔魁等等 屬於中央政府體制的這些問題 不應該在第一階段處理 主要是因為這個問題實在太複雜了 那這個局部的處理事實上是有害的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東西應該要在第二階段處理 那跟今天討論題剛有關係的這幾個議題呢 我就做一些補充 就是第一個關於投票權跟被選舉權的問題 那當然就是關於投票權的下修到18歲以下 不但是當天與會者的共識 我想也是這個各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的共識 已經對外表明的 就這個所謂的被選舉權的部分 在會議當中我們得出一個共識是要 把被選舉權也下修到18歲以下 事實上最近英國的大選 才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一個20歲的青年 可以當選英國的國會的議員 如果我們仔細看一下 這並不是太令人驚訝的事情 因為在21世紀以來 關於青年參政的問題 其實已經有一個運動 就是反歧視青年的運動 要讓青年的參政權加以解禁 所以我們看到 包括德國、加拿大、澳洲、南非、挪威、英國等等 都將他們的參政門檻降至18歲 那雖然還有一些國家的規定比較成就 但是這一場降低參政年齡的門檻運動 還在全球各地進行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憲法定為23歲 這個是非常成就非常成就的規定 那就現在來看 是一個歧視青年的規定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台灣最一陣子以來 真正能夠有能力去決定未來的 恐怕是我們年輕的一代 而不是已經老去的一代 所以我們這裡主張 被選舉權的門檻也要下修 再來關於這個擴充人權清單的 應該說擴充人權保障的問題上 我們強調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要明定 基本權對國家各機關權力的效力 包括司法 包括行政 因為前面有先進提到說 人權的擴張可以透過 這個解釋的方式 或者是行政權的方式 可是現實上我們的司法 是相當被動的 我們甚至有司法官 明文寫文章來說 這個兩公約 事情法通過之後 兩公約裡面所呈現的 這些人權保障的 這些新進步的價值 它是不是具有法律 它具有什麼樣的法律效力 都是在懷疑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保障的拘束力條款 是必須要被寫清楚 在憲法當中的 另外就是擴充人權清單 現有的修憲委員會 中中的提案當中 已經注意到這件事情 對於現有非常簡陋的 憲法的人權清單 有大幅度的擴充 當然這可能還有一些 增補的空間 例如說生命權的保障 例如說外籍移工移民的 這個基本權的特別的保障 就是強調 或者包括精神障礙者 在行事司法中的人權的保障 或者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抵抗權 都是可以補充的 不過我認為在人權的議題上 各政黨並沒有理由來反對這件事情 這不應該是一個沒有共識的問題 所以我們主張在第一階段限改當中 也應該要把人權的保障的擴充 當作優先處理的議題 那關於國會選制改革的部分 我們也是主張連立志 剛剛先進有講過 這個關於連立志如何的 能夠改善現在的漂漂不等值的問題 也可以建立這個政策取向的政黨政治 所以這是我們的主張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有一個迫切的問題 就是我們今天的社會的危機 或政治的危機 包括了多元的價值 並不能夠有效的進入國會 所以我們主張這個不分區 立委的席式分配門檻 下降到3% 這應該是優先要處理的議題 那我相信 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也都公開的承諾了 這樣子的一個修憲的方向 那最後我要強調的是 關於修憲門檻的下降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 這個當初把 在修憲的過程當中 把修憲門檻定成現在這個樣子 事實上是基於對於民主的不信任 這個對於民主的不信任的結果 導致於我們今天國家生病了 卻不能治病 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也因此 最近經常有一個悲觀論 就是我們的憲改可能不能成功 即使是在一個這樣的憲改契機之下 仍然不能成功 那原因就是我們看到了現在非常高的這個門檻 在具體的選擇上 我們是支持在提案當中的4-2-2這樣的原則 就是除了立委提案門檻出席人數降為3分之2 之外我們主張公民覆決的門檻也應該直接降為簡單多數 因為非常簡單的 我們從鳥籠公投的問題上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公民投票的這個制度上設定了門檻 往往給予這個反向操作杯葛的空間 那麼其實這些都是過去對於直接民主不信任的一種表現 那我們今天其實知道21世紀的民主 是相當多元化的民主的意義 特別是各形各色的直接民主的制度方法都一直被提出 用來補充代議政治的不足 所以我們主張優先門檻的下降是優先要處理的議題 謝謝 好 謝謝徐委群教授 我先為大家補充介紹李應元委員 也剛剛到場 謝謝 那跟郝教授表示抱歉 這個檔案沒有失線準備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郝培志教授發言 下一位請陳俊宏教授準備 主席在座的委員在座學術先進 我今天主要是來針對我們的這個限改的門檻來談這個問題 那我下了一個標題叫做推導限改的高牆 我想我們在這個柯P選舉的時候 我們有一句話朗朗上口 原來我們的身邊這麼多的高牆 有意識心態的高牆 有藍綠的一個高牆 結果沒有想到我們的憲法高牆相當多 不僅一層 還兩層 還三層 這個高牆的高牆讓我們人民走不進去 讓人民的聲音也出不來 所以基本上我們認為要要求我們下降我們的修憲的門檻 並且讓我們的人民有所謂的修憲的權利 所以我下了下修門檻 還線與民往下走 那麼接下來我們首先來看 我們台灣的一個憲法的一個修憲的過程當中非常的詭異 第一個 我們的高門檻幾乎是阻礙了我們所有修憲的動能 再來我們整個修憲權裡面幾乎全部集中在我們的國會 我們的立法委員是壟斷了所有修憲的一個發動權 這樣的一個邏輯基本上完全違背了我們對於憲法的理解 我們從以前就知道什麼叫做憲法 告訴我們叫做社會契約論 憲法是人民跟國家的一個締結的一個契約 我們也知道憲法叫做人民的權利的保障書 我們也知道憲法叫做人民意志的總體的展現 請看這三個東西都叫做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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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們的人民作為憲法的主體約束我們的人民 居然不能夠參與修憲 這件事情是非常荒謬的 那往下走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我們台灣的憲政這個制度 是會有一個什麼問題呢 各位我們常說制度的設計如果造成一個結果是 逼著手無寸鐵的繡材都必須要造反的話 那麼這個制度是有問題的 結果我們現在這個制度就是一個逼著繡材要造反的一個制度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高門檻 我們的高門檻是我們的立法委員要雙四三 還有我們的一個所謂的公投要雙二一 這樣的一個制度的設計會造成一個非常荒謬的制度的一個悖論 第一個就是我們所有的修憲變成了阿湯哥裡面的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太高了太難了幾乎是不可能 再來我們事實上在看這樣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都會認為台灣根本是制憲要比修憲來的還簡單 所以這套制度裡面是逼著一個繡材必須造反的一個制度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往下走 所以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各種版本當中 我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在今天我們提出了四五種版本 那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問題是到底這些門檻的數字 四分之一三分之二四分之三三分之四 到底這些數字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我們必須要對這個門檻的設計的數字來進行一個解碼的動作 那麼事實上門檻要怎麼設 基本上是立居在兩個概念的一個重組 第一個我們希望憲法有一定的剛性的要求跟它的一個穩定性 所以很多人認為一定要需要一點門檻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們要認為憲法必須要與時俱進 所以它是可以一個被變動 所以我們的門檻必須在這兩個概念之下來進行我們比例的一個設計往下走 那麼在以我們台灣目前的以立法院為主的修憲 那我們可以區分三個階段來看 首先在修憲的提起權 我們應該是認為這個修憲的提起權 它是在保障一個所謂的意見的多元性 所以它事實上它本來的設計就不應該門檻過高 所以在法國的話是五分之一 那當然我知道很多版本提四分之一 我覺得也OK 但是這個的原則它的原則是它要保障所謂的多元的可能性 所以它的門檻本來就不應該太高 讓它的限制的約束性比較小 所以我們個人是認為可以贊成像法國一樣 只要五分之一再往下走 那麼到了第二個階段是我們立法院通過的門檻 那麼我們立法院通過的門檻 它的目的只是在凝聚相當某一個程度的政黨共識 而不是讓我們的政黨直接來幫我們做決定 那麼我們目前的四分之三四分之三 它形成的結果就是政黨全部來做修憲的全部的一個決定 而且它還會造成一個制度上的一個問題是 只要四分之一的人就可以推翻四分之三的一個力量 而且我們再從國際上的比較來說 剛才先進也提到過 德國跟日本他們在國會的部分是三分之二 法國更低 法國有四種修憲的一個方法 全部門檻沒有這麼高 尤其放在國會的部分來說門檻都沒有這麼高 所以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已經是相當高 它的目的只是循距某一個程度的政黨共識 它不是要讓我們的政黨在這個階段裡面 就已經形成了生死大權的一個掌握 往下走 所以在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個階段 在我們立院修憲裡面的人民覆決的門檻當中 在我們首先我們來看 我們現行的二分之一加二分之會有個制度上最大的問題是 第一個投票率太高 再來更可怕的一個制度設計是 這個制度它等於是讓我們沒有去參加投票的人 在計算上已經把它歸類為一個反對票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制度的一個設計 我沒有去投票 我沒有表示我是支持或反對 我只是沒去投票 可是在這個制度裡面 它就已經把它記錄算是所謂的反對票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的這種高門檻在我們台灣從過去到現在 任何的罷免任何的公投從來沒有一次過 所以我們認為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比較個人會提出讓我們的投票的門檻 有門檻但是不至於到無法通過的情況 所以我基本上會贊成所謂的三分之一往下走 那為什麼三分之一我會再說明一下 首先我的個人認為的話 其實在人民覆決的門檻 基本上我是認為簡單多數就好 因為在法國的經驗裡面來說 不管一般的公投或是優憲的公投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門檻的一個限制 但是基於對憲法的剛性的要求 還有台灣的一個特殊的一個環境的一個條件 那麼基本上如果要設門檻的話 這個門檻二分之一太高 那麼同意剛才另外有位學者也提到 也許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三 其實是一個比較合理的一個門檻 往下走 那麼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 我們的憲法當中我們剛才講 人民才是我們的一個憲法的一個主體 結果在我們的台灣過程當中 人民完全沒有修憲的權利 所以基本上我們認為應該要還限於民 讓我們人民有修憲的權利 那麼這個權利的設計 它基本上只有兩個門檻 第一個門檻就是公民投起 這個所謂的提起權 那麼我們基本上認為國際上來說的話 甚至瑞士只有兩趴 那麼在環顧各個國家的一個發展來看的話 大概五趴是一個合理的一個數字 再來一個它是不需要接近我們的立法院來所謂的審查 直接進負公民覆決的門檻 那麼我們認為這個門檻也一樣 可以拉到跟剛才一樣的三分之一往下走 那麼這種所謂的人民的修憲的權利呢 它的一個程序是怎麼走 是我剛才用很簡單的圖表畫給大家 它是由直接人民提案五趴 直接交與人民公投 那麼最後呢往下走 請讓我很簡單的來做一個結論 第一個我們需要降低我們的修憲門檻 否則任何的一個修憲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人民作為人民的憲政的一個主體 我們需要人民的一個制憲權 可是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要兩不要 哪兩不要 各位大家知道校園霸凌怎麼來 校園霸凌有一種叫做找了一群人 把一個人圍起來 那圍起來之後呢打電話 打他以後呢打了電話給他的爸爸媽媽說 欸你趕快給我一百萬把你的兒子帶回去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現在的憲改 我們希望不要又既圍起高牆 又在牆內進行綁架 在我們的憲政過程當中 很多的議題莫名其妙的加以連結 請問一下18歲 跟所謂的不再集投票有什麼關係 請問一下下降門檻 跟我們的隔魁同權有什麼關係 請不要讓我們的人民高唱一條歌 叫做張惠妹的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因為我歌喉不好不敢唱 所以他說我們所謂的張惠妹的歌 不要讓我們人民說 原來你只要不再集投票 原來你只要隔魁同權 原來其實你其他什麼都不要 讓我們的修憲像哈雷衛星般出現過的刹那的瞬間 陷於泡沫化 謝謝 好 謝謝好培茲教授的發言 我們接下來請陳俊宏教授 下一位請賴中強律師準備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專家學者大家午安 那根據我國憲法第二條明白宣誓 中華民國的主權是屬於全體國民 那司法院大法官也在多次相關的憲法解釋當中 強調修憲乃是直接體現國民主權的行為 他的程序必須要公開透明符合理性溝通的要件 要讓國民有充分參與的機會 來修正當前修正程序的需求 那從剛剛的翻譯裡面可以知道 其實目前如果以剛剛這樣的一個基本原則來看的話 當前的整個修憲程序其實遭受到很多的質疑 那除了剛剛所談到的修憲門檻過高以外 人民沒有主動的提案權這部分 剛剛在幾位教授也都特別提出來 那徐韋群老師剛剛也針對5月2號台灣民間限改藍圖會議裡面所提出的這些結論 做了一個詳細的說明 那我今天就不在這邊再多說 那我主要把重點放在公民參與的這個角度來看 那從剛剛條文裡面就可以了解 我們在公民團體的基本主張就是認為 在第一個階段 關於如何落實公民參與在實體修憲的程序上 條文上至少包含18歲的公民權 還有包括這個降低修憲門檻 以及這個選舉制度的下修 希望能夠還權於民增加公民參與的機會 那在實質在程序上 剛剛幾位教授的發言當中 有一些人似乎擔心公民參與 把公民參與視為一個洪水猛獸 但是如果我們從實際的比較憲法的經驗裡面來看 過去這多年來公民參與修憲憲改的這個程序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國際趨勢 這邊有幾個重要的特點 第一個公民參與修憲其實可以增加憲法的正當性 由於公民能夠參與的憲法 他的民主的正當性 以及公民對這個憲法的認同當然很高 第二個從實證研究上來看 公民參與憲法的這個程度或廣度越廣 對於這一部憲法的持久性反而是更高的 這可能跟一般的常識性的理解不一樣 第三個就是說從實質的憲法的內容來看 公民參與從實證研究裡面來看 這一些憲法修憲的內容 比較不會有那一些議員或者是精英名義代表自肥 所產生的這一些的可能性 它符合民主原則的可能性也比較高 第四個 對於一些面臨民主崩潰 或者是面臨民主危機的國家來看 透過公民參與憲法這個過程 其實可以提供民主更新 維護這個民主重生的一個很重要契機 我們看到過去2008年 這個歐洲金融危機裡面 不管是愛爾蘭或者是冰島 在面對重新建立這個國家的一個過程裡面 公民參與實質的憲改 其實是發揮非常大的作用 當然更不用說在當年的南非 這個憲法的委員會的委員 花了兩年的時間到全南非各地去進行 許多跟公民討論這部憲法的這個過程 讓公民對於憲法有高度的認同 才有辦法去重新讓南非走出種族隔離制度 邁向一個彩虹的新國度 所以從參與的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個去年的318太陽花運動之後 有公民團體會期待一個 由公民為主的一個憲改運動 那我們在全台灣各地做了許多的草根論壇 從事實證明公民對於這一部憲法 會對於國家的想像是非常有感覺的 公民對這議題不是毫無所知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除了倡議 在2016的這個修憲過程裡面 主張這一些剛剛講的這實質的議題之外 我們希望在修憲的程序上 能夠廣納公民參與的可能性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有兩個重要的訴求 第一個在2016公投複決程序之前 是不是有可能增加更多公民參與的機會 第二個在兩階第二階段的修憲的過程裡面 是否可能提供一個不同於目前修憲程序底下的 比方說我們提的公民憲政會議的 這樣的一個模式的一個修憲路徑 那這邊主要來講的第一個 第一點來說就是說 公民復決已經成為我們現在正式的修憲機制 但是我們從這一次修憲裡面來看 立法院雖然已經經過了9場的公聽會 但是公聽會是不是真的引起公民的注意 其實可能要打一個問號 那另外一方面由於立法委員 針對公聽會的討論議題 也沒有事先經過對公民的徵詢 除了鄭立軍委員在第9場第10場 有辦理這個會前會之外 所以大部分的這些議題的範疇都非常的狹隘 議題的設定從公民團體角度來看 也充滿了許多政治算計的痕跡 那這一些公聽會所騰出來的這些意見 也沒有辦法去進行這個對話跟審議 那這些獨白式意見的陳述 最後是不是能夠成為最後修憲委員會 實質討論的參考重點令人存疑 那我們強調的是公民進行修憲覆決 不在於只是投票而已 公民審議跟參與實際上非常重要的 司法院大法官在四次314號解釋文裡面就強調 修憲機關應該要讓公民預知修憲目的 並且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所以這是為什麼公民團體一再強調公民參與的憲改 那麼公民公投法的第三章第一節 有強調全國性公民投票的程序設計 這邊雖然沒有明文談到修憲公投的符合特性 修憲公投的特性跟需求 但是也並沒有排除修憲公投案的一個適用 所以在理論上這個條文實際上是適用的 那麼針對公投法第十八條裡面就規定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該要以公費在全國性的無線電視頻道 提供公投正反意見代表發表意見或辯論 那這個當然可以作為我們說在公投之前 公民進行審議的重要基礎 但是問題來了就是說 立法院在六月十六號這個如果正式公告了修憲案 到中央選舉委員會通過正式公告之前 事實上這一段時間等於這件議題是完全停擺的 所以我們會主張這個在立法院通過之後 中選會正式公告之前 政府部門應該要讓公民有機會來了解憲法的內容 同時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積極的履行這樣的一個憲法義務 甚至立法院也可以進一步去修改公投法 對於憲法程式的公投 應該明定這些公民審議的這些民主程序 作為進一步實踐的法源跟經費基礎 那麼第二階段的這個修憲路徑 我們公民團體長期來主張 應該要有一個所謂的公民憲政會議的這樣的方式 那因為時間關係具體的內容 麻煩請看我的這個書面事件 這個書面的這個意見 總之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一個全面性憲改的一個修憲路徑 來重新整視我們當前的整個國家的問題 那因為時間關係我就報告在這裡謝謝 好謝謝陳俊宏教授的發言 為大家先補充介紹周泥安委員也到現場 好我們接著請賴中強律師發言 下一位請林中山教授準備 來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 好首先呢 就今天討論議題題綱 所整理出來的問題呢 表達個人的意見 基本上我贊成呢 呃 降低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年齡 好 那也贊成呢 充實基本人權條款 好 不管是 人權清單 或者是 關於基本權與國際人權公約的效力 好 那第三點呢 呃 是支持連立制 好 那並且 呃 贊成將不分區的政黨分配門檻 從百分之五降為百分之三 好 那支持呢 呃 降低修憲門檻 賦予人民連署提出憲法修正案的權利 並且將 呃 修憲門檻呢 呃 降為呢 呃 就是 由四分之三 的國會 呃 可決人數降為三分之二 同時 公民覆決的門檻應該降為簡單多數 好 那 呃 我今天來這裡主要要向我的選區立委 表達我的 無奈跟抗議 齁 我住在中正區 的 呃 呃 南中正齁 我那個選區的立委呢 呃 他今天沒有來 就是 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 賴士堡先生 為什麼我說 我要表達我對賴士堡先生的遺憾跟抗議呢 好 在今天呢 呃 我們看到各黨派推薦邀請的學者專家 雖然意見未必完全一致 好 但是呢 都支持呢 在這一波的限改中呢 呃 呃 要進行修憲 呃 我們看到呢 呃 共識度最高的 應該是 降低 投票年齡 呃 以及降低 呃 不分區 這個政黨分配不分區席次的門檻 那其實這也是目前國民黨 黨團 以及民進黨黨團 所公開宣示的 限改方案的交集 齁 國民黨呢支持說 要降低投票年齡到18歲 支持要把不分區門檻降到五分之三 然後要求呢 不在籍投票 要求呢 呃 修憲引進隔魁同意權 那我們知道民進黨呢 前兩項的主張跟國民黨呢 是完全一樣的 然後要求廢考間 齁 那要求呢 要擴充基本人權的保障 要求要降低修憲門檻 好 表面上看起來有共識 但是相當令人遺憾的呢 呃 呃 在上週末我們在中央社的新聞裡面呢 看到呃 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 賴斯堡先生呢 非常強悍的表示 但是 國民黨的立場呢 就是四項都要 齁 就是 除了降18歲 降 呃 降 國會的不分區門檻 大概百分之三 隔魁同意權 也以及不在籍投票呢 賴斯堡委員告訴我們 齁說不要就拉倒 齁 我覺得非常遺憾齁 齁 這是什麼樣的態度 齁 那 呃 既然 國民黨也表達說 支持兩階段休憲 那何妨讓大家 就 整個國會 齁以及民間 有高度共識的部分 大家先來處理 沒有共識的 可以做後續的討論 但是我們非常遺憾 看到賴斯堡委員這樣的態度說 不給我隔魁同意權 18歲公民權就免談 不給我隔魁同意權 不給我不在籍投票 你的不分區門檻 要從百分之五降為百分之三 就免談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選區的立法委員 有這麼樣高傲的態度 這麼樣的蠻恨 這樣的不講理 齁 也許我那個選區真的很不爭氣 齁 每次呢 賴斯堡委員呢 那個投票選出來呢 都是贏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的選票 他完全不在意 任何些微的民意的差距 少個十趴 少個二十趴的選票 賴斯堡委員也會當選 這是我作為一個 南中正選區選民 覺得遺憾 但是 不是每一個國民黨委員 都是這樣啊 其實這個社會 或許 很多 有些朋友會認為說 他支持十八歲公民權 有些朋友認為說 這個問題值得討論 有些朋友認為說 不置可否 但是 不管贊成十八歲公民權的 或反對十八歲公民權的 當他看到 中央社新聞稿裡面 賴斯堡委員 那樣的強恨 蠻恨的態度 不給我隔規同意權 十八歲公民權 免談 這樣 這是什麼態度啊 你到底尊不尊重這個國家 未來的主人翁 或許 對賴斯堡委員而言 他不在乎十%的選票 但是 我們的吳玉生委員呢 吳玉生上次選舉 贏過民進黨的 是也相當大的比例啦 但是 我相信 吳玉委員應該 未必贊從 賴斯堡委員那樣的態度 所以在這邊 我們必須 再次的 對這個賴斯堡委員 表示強烈的遺憾 希望等一下 有國民黨的委員 可以告訴我們 雖然賴斯堡 是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 但是他的發言 不代表國民黨 如果不是的話 我真的必須講一句話 修憲成不成是一回事啦 光是賴斯堡這句話 我看啦 應該可以再讓國民黨 少個一百萬票 這樣的態度 這樣的蠻恨的態度 這已經不是你支不支持 18歲公民權的問題了 為什麼可以把這個問題 為什麼一定要跟所謂 隔魁同意權 綁架在一起呢 這擺明了就是不希望修憲能夠成嘛 國民黨到底還要不要選舉啊 最後 我要在這邊提出一個呼籲 就是關於呢 除了18歲公民權以外 目前我們看到國民黨跟民進黨 都有的共識 就是要將不分區的門檻 從5%降為3% 關於這一點呢 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在這一屆的立法委員選舉 就開始實施 那改的方法非常簡單 其實呢 目前呢 國民黨的旅學商委員呢 已經有一個提案 就是要修改 憲法徵修條文 第四條 關於不分區的5%的門檻 改為3% 那只要加一句話 就是 至第九屆 就是以上修正呢 至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 開始實施 好 那這樣呢 就可以 達到 他儘快實施的目的 讓國會真的能夠反映 多元的民意 好 3% 也是一個相當 值得 進入國會 行程 共同行程 我們國家法律的一個意見 謝謝 好 謝謝賴宗強律師的發言 下一位我們請林中山教授發言 接著請顧綠雄律師準備 主席 各位在場的委員 以及協助專家 我想這個今天 應該是公聽會的最後一場 那我也這個 同樣的很沉重的心情來講 在我當 擔任國大代表的時候 我那一屆啊 第三屆修了三次憲法 前面呢 第二屆也修了三次憲法 那在第二屆修了那三次憲法裡面是分了兩階段來修 換一句話講來 十來一年修了七次 這樣的一個憲政穩定度啊 那已經是全世界的 軍事紀錄了 台灣的憲的政績這麼不穩定 好 剛剛也有教授特別提到說 這個我們憲法的門檻挺高 那就奇怪了 十年可以修那麼多次 那這裡面也顯得 我們的政治協商能力很強啊 那也顯示 我們對這部憲法實在是太不尊重 所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不認為是該為修憲而修憲 那也不以分兩階段來修憲 要嘛就是真正的大家把共識抓出來 這一次我很高興是因為在整個工廷會的過程當中裡面 有幾個議題是大家有共識的 那就看兩黨本身啊 兩大黨願不願意就針對這個部分來做一點處理 但是要處理的話我希望啊很慎重的 不要呢 今年修完以後再隔個這一個兩年再修一次 這樣的一個修憲方式我個人是不贊成 當然延伸的 也就是在第三屆的時候 我一直反對修憲的一些理由 結果是修過了 結果我反對的那些理由 到現在又回頭來支持我 所以這樣的一個恍恍惚惚啦 當然假如這一次啊 藍立啊都有共識要修 那我希望啊就做一個比較徹底的處理 那不要一直在分這兩階段 甚至於後面又很膨雜的方式來進行 好首先我就針對今天的議題來講 涉嫌期前下修十八歲 那我在國民大會的時間裡面 我就支持十八歲 理由是因為 投票權也好 被投票被選舉權也好 都是基於所謂的理性的設計 來看年齡 那你假如以前是二十歲可以的話 現在降成18歲當然是合理的 同樣的我也要考慮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你被嫌棄前是不是降低也行呢 實際上沒有降低不行的道理 理由是現在的20歲 跟以前的23歲比起來也沒比較差 現在重點是說 假如 是不是有絕對的必要回修這一條不可 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一個議題 好請問一下 這個有需要20歲來這個參選的人 大概是出於什麼背景 那我們來做思考 假如認為國民參與的概念考慮 好那就20歲嘛 那我想國民黨應該也 民進黨大概也能接受 這到底有沒有絕對的必要 這是可以思考的一個地方 好另外來講的話這個 像這一次來講的話 這個在有關立委選制的部分 到底是採聯力制好還是採病力制好 上一次修憲也是國民黨和民進黨合起來才修了病力制 而且採70比30 結果民進黨在2012年發現吃虧了 應該採聯力制比較好 但是假如看現在目前的狀況 2016年民進黨好像採病力制比較強 國民黨比較弱 但是現在民進黨也不完全認為 他這個採病力制對他比較強 這個倒是一個好時機 是不是從一個合理的 選票結構裡面來反映所謂的立委的席次 那我們就這一次就聯力制的部分 來做一次這個處理 基本上聯力制來講的話 對國民兩黨來講 都算是比較穩定的 這個情形不會像畢力制這麼恐怖 畢力制70比30的時候 贏者大贏輸者大輸 那是一個不穩定的一個設計 好另外來講的話 假設基本上就聯力制的設計來看的話 那門檻要降到3嗎 我個人支持德國的 既然是要跟德國的模型接近 來處理的話那還是維持5 理由是小黨讓他有競爭力 衝到5%才能夠上這個 上立議會的席次 那這樣的一個小黨的競爭力的一個設計 那不見得是壞 我們不能純粹只是以強調說我降低3 來參與 像於我以前那樣新黨的一個角色 以前我是新黨的國代代表 那我們當時要炒的就是希望3% 但是會不會形成真的小黨聯力的形態 那增加了很多的協商妥協 跟所謂的妖學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這個也是請大家可以考量的 但是同時在這樣的一個人事 這個限期的制度的一個考量之下 那我們立委的席次啊 是不是該調回來以200席左右來做考量 因為現在目前的話 我們的部會已經有30個部會 那假設加上這個政務委員 把這個政務次長 那裡應該政務值至少有60幾位 那我請問一下 那裡假如是執政內閣跟飲職內閣兩個乘以2 那不是130幾人嗎 那我們現在的席次才113席啊 那這是一個不合理的一個設計 理由就是沒有政治家訓練培訓的一個場所 國會是一個政治家的培訓場所 那對於李學章這個委員所提到的 希望把這個 這個讓 走向所謂的傾向內閣制的一個雙手掌制 也就是讓這個立法委員可以兼任官吏 這樣的一個基本設計 大家同意的話 那裡立委的人數真的要提到200席左右 這樣也符合世界的一個這個潮流 同樣的 我們來講修憲的這個發動權 人民本身該不該有 基本上人民本身來講話是應該有的 因為憲法是國家的組成契約 是人民跟人民來定的 當然人民可以要求這個修憲 好 那這個到底應該連署的話要到多少 以前的考量是從這個資源的這個效力性 以及所謂的政績的穩定性裡面來 來設計所謂的修憲門檻 那有人講說這個修憲 這個很難過 他說我告訴各位 就我看過了過去的經驗 修憲實在是太容易了 兩黨協商好一個就過了 重點不猜那個 我現在要講的情形說從華裏的角度來看 人民有所謂的修憲的發動權是該給的 同樣的公民的付錢給的也是合理的 但是呢就考慮到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資源的效率性 不要隨便就可以讓資源這樣的一個 沒用的也就浪費 另外一個是政績的穩定性啊 做這樣的一個欺騙考量 我想實際的關係 就謝謝大家 好 謝謝林中山教授的發言 我們接下來請顧綠雄律師發言 下一位請顧中華老師準備 主席在座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 我想要達成一個所謂的憲法時刻 大概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當然就是該群體人民的熱情 當權者的意志 這是一個要素 第二個呢 當然是一個理性的一個抉擇 那麼第三個呢 就是各方利益的一個角力 我想就這個第一者 第一跟第三呢 不在今天我們這個 所謂學者專家 應該要去思考的範圍 所以只就這個理性的這個抉擇 這個部分呢 提供一點個人的前見 那麼有關這個 一個參政者年齡下降的這個問題呢 就被選舉前 是不是要下降到20歲或18歲的這個部分 如果從現行的法律上來看 當然我們都理解 就是刑事責任年齡是18歲 那民事責任年齡是20歲 所以在行事責任年齡來看的話 也就是說等於18歲他做了任何的行為 我們法律上也是一個理性判斷的人來看 認為他應該負擔完全的一個責任 那也許從這個道理上來看 那麼應該給他這個選舉權 加上到18歲 那但是因為我們相應的這個民法的行為能力呢 的年齡是在這個20歲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說 如果真的要下降這個被選舉權 那涉及到他的這個完整的行為能力的話 那是不是在年齡的下修上面是到20歲 而不是到28歲 那麼另外當然從 憲法130條的規定刪除與否來看 討論說選舉權跟被選舉權 是不是一定要用憲法來規範 那我當然覺得是應該是不需要 從法律的規範上來看是適合 但是如果以本次的修憲 如果議題上來講 只是涉及到所謂的選舉權的年齡 要不要下降到18歲 或者被選舉權下降到20歲 或者18歲 這個議題來看的話 如果這個國會通過之後 交由公民來覆決的這個題目 是指說要不要改以法律規範 那我覺得這個好像 聽起來這題目怪怪的 所以如果當然是從你 你純粹從一個全面實質 自憲的觀點 然後求所有的條文 一次性的包裹 那麼交由大家來覆決的話 我想這個方法應該是也可以 但是如果只是將這個議題 交由公民來覆決 那麼說要改成以法律規範 聽起來方法論上好像有點怪怪 那擴充人權清單路線的這個部分 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 現行的憲法相關的人權的條款的部分 都是在二戰之前所規範 那二戰之後呢 人權從這個原始的第一代 一直進步到了現在第三代的人權 所以我想人權清單的一個擴充 大概是所有從理性的考量上來 還是沒有人會去反對 現在反對的 或者是說有爭議的 應該只是在於說 到底要擴充到多大 那我覺得當然就尋求一個最有共識的部分 先行將其路線 那麼至於有一些 比較涉及說爭議性還有的 那這個部分可以先不用放進來 但是無論如何一定會有要擴充的必要 那立委選擇的改革部分才聯力制或並力制 這個另外有一個涉及到 派派等值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大家最近對我在提到 英國的他這個單一選擇 單一選擇 那麼會造成這個保守黨 即使拿不到40%的選票 但他仍然多得過半的一個席次 但是他的這個所謂的 贏者權拿的那個單一選擇上面來看的話 他區域選舉的人口的分配比例 沒有達到一個明顯的不合理 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們的區域選制的這個部分 是有明顯的票票不等值 隨便舉個例子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馬祖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他很明顯的是在馬祖選一個立委 他要比在台北是選一個里長要容易 因為他所涉及到人口的這個相對的結構上來看 很明顯的是你在台北任何一個區域選上一個立委的票數 可能是這一個在馬祖選上同樣一席的一個 所需要的這一個通過的這個票數 是高達可能是 我不知道應該是高達10倍左右吧 那這樣子的等於是說 在區域選制的一個顯然的不合理 很明顯的是已經愉悅了這個 我們是容忍的有關於平等原則的 這樣子的一個實質界限的這個時候 那你如果不將這個區域選制做相對應的修改 那只是在談說病例制沒有什麼不好 那麼沒有請明顯的違反票不等值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點言耳道理的講法 那但是我們要拿掉馬祖的一席立委或金門的一席立委 這件事情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因為這個涉及到很多歷史上面的一個成因 那同樣在原住民的這個部分也有同樣的一個情形 不管是平地原住民或3D原住民 它的相對應所需要的票數來看的話 跟其他的區域立委的選舉也是有明顯的這個情況 但是因為我們要保障這個原住民的這個權益 所以這個部分要拿掉 我們也不見得贊成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因為它有這樣子的很明顯的配票不等值 已經餘悅了這個我們能夠容忍的這個界限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才行連立志 用一個第一張的政黨票來決定 跟該政黨的全部的一個習慈作為一個界限 我覺得這個從理性的判斷上來講 應該是大家全體國民是可以接受的一種很公平的一種作為 當然公平 我是認為公平啦 不過這個當然涉及到這個各政黨之間的一個利益的一個腳量 我想這件事情就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的範圍之內 那另外部分區立委的習慈降從5%降為3% 當然涉及到說數字的問題 那當然大家都很清楚數字少 那降到3% 那麼當然這個小黨或者新起的一個政黨 它在一定程度獲得全民認同的情況之下 可以進入國會殿堂 我想這個當然是對他們是比較好的 那這個就看一個 這是一個選擇題 當然不是一個思惠題 那我相信 將這個議題教育公民護決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引起公民 大家一起來審視 我們到底是需要怎麼樣子的一個選擇 那再來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修憲發動權的問題跟修憲門檻下修的問題 在這個地方看到各位很多不同的一個討論 那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在於是說 會喜歡一直想要達到讓修憲的動能存在 跟不想的人 在某一個程度對於我們憲法的安定性有不同的理解 但是我必須要講 大家都不可否認的一件事情 我們現行憲法在制定當時所規範的對象 跟現在所規範的那一個限量 實在是差異太大了 大家都很清楚 當時是在 並不在台灣了對不對 我們 至少我們大家有 現在現行憲法規範下的人民 從來還沒有任何一個真正的有這個機會 去形塑整體的總意志 這個部分的機會從來還沒有存在過 那所以 所以對我來講 從一個形塑一個憲法意識或憲政意識來講 我當然是會覺得是期望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那在過去幾次的臨散修憲的情況下 一方面當然過度集中在中央政府體制 一方面也不去動憲法本文的情況之下 這一個部分的一個機會始終沒有給人民 那從我從紀念事件就開始當律師的人來看 憲法這個事情如果不存在於司法有權者的手上 這件事情始終讓人民 的權利始終沒有畫得實質的保障 所以我當然會覺得是說 這趁這個 為什麼大家都在講說 要塑造一個憲法時刻 我覺得台灣 在1989年那個最佳的時機 的那一刻 始終沒有去達到 那當然是因為有種種的因素 重點當然是不敢去動憲法本文 當然應該是因為對岸的中國的存在 那我覺得在我看起來 不管大家要怎麼去降低修憲門檻 或者如何如何 但是我覺得大家總之要想著 塑造一個憲法的一個意思 在台灣還是相當相當重要的 我們趕不上東歐瓦解 1989的那個時刻 我們如果能夠在2016的那個時刻 能夠有這個機會 我從一個法律人的角度 我會感到會非常的幸運 能夠再碰到這樣子的一個 可以尋溯人民對於憲法的一個感覺 將憲法擁抱入美 將所有的人民都擁抱入他的懷中 我會感到非常的興奮 好 謝謝 好 謝謝顧綠雄律師的發言 我們接著請顧中華教授發言 最後請李順誠博士候選人準備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 我想今天已經是最後一次的修憲公聽會 好像我也是在最後這幾個 等一下只有再一個發言 可能這個公聽會就結束了 那再下來修憲的程序會怎麼走呢 我想應該就是要到草野協商了 那當然我們剛剛也聽到很多學者專家的發言 就像這之前的所有的這些公聽會 很多修憲提案的正反的意見 如果是從學理或是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談 都講很多了 可是最後還是得回到一種政治意志力 到底要怎麼去展現 或是到底在立法院裡面 各個朝野政黨怎麼來看待這一次的修憲 當然剛才顧綠雄律師也講到 如果說真的是一部憲法 是需要去反映一種國民的總意志的話 那我真的好像應該要重新來翻修 但是我們也知道在很多行革試鏡之下 好像這一次大家把它定位 尤其是民間把它定位成第一階段的修憲 就知道說其實時間的衝突 還有大家的共識不容易形成 這都讓我們這一次的修憲 必須非常現實的來考量 到底修得成修不成 所以我想這種修憲或是我們 像我們有成立一個全國憲改聯盟 我們也很希望說看到這一次公民社會 這些聲音將來也都可以匯集到修憲的 這樣的一個洪流 那就算這一次好像沒有辦法全部實現的話 將來我們人民對於怎麼去參與整個憲法 它的不斷的行錯過程 我覺得這一次慢慢是已經有了一些擴大的 這種公民參與的作用 但是就像這一次的議程裡面有提到 是不是不只是在立法院裡面可以提案修憲 包括公民是不是能夠有修憲的權利 我覺得這個應該持續的會引起各方的討論 那如果再回顧到上一次的第七次的修憲 其實那一次的修憲我記得是任務型的國大來修的 任務型國大它其實沒有直接的民意基礎 然後那一次的任務型國大也滿有趣的 也就是在比較兩大黨的意志貫徹之下呢 又去順應了當時的名氣啊 說要把立委減辦 其實我們如果換一個場景 立委減辦的提案如果是在立法院裡面要去修 看不太容易 所以它其實是另外這個任務型的國大呢 它沒有自己切身的厲害 反而讓這個 所謂的立委減辦呢 在上一次的修憲可以去實現 但是那一次的任務型國大也把這個修憲門檻定這麼高 其實回顧起來這個正當性是有問題的 第一個是這些任務型國大它有沒有這樣的足夠的民意基礎 第二個是它自己因為它要結束國大啦 所以它反而是去把這個修憲的門檻呢 變成剛剛幾位先進講到 好像已經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讓我們的憲法變成是僵化了 凍結起來而不是活化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聚集在說 修憲門檻的問題的話呢 我覺得其實從大部分的這種 不管是從憲法理論啊 或是從實際的需求來看的話呢 好像大家會比較傾向希望能夠降低這個修憲的門檻 讓我們的憲法呢 能夠不斷與時俱進 同時呢也要不斷的去做一些調整 因應整個台灣非常特殊的這種形式的發展 所以我想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一次的修憲如果真的把這個修憲門檻降低 當作是一個最重要的任務的話 那接下來就還是回到這個朝野協商 到底要怎麼樣子去談 我覺得如果用沙盤推演來看的話呢 如果國民黨他覺得說 就用國可以統一權來換啊 那民進黨這邊會不會答應呢 我覺得大家可能全部都會非常關切 未來的這個朝野協商會如何進行 因為看起來立法院進行的這些修憲公聽會 好像很有誠意來做修憲的動作 但是大家也知道背後充滿了各種政治的意志力的貫徹 跟所謂的厲害的衡量 所以到最後如果破局的話呢 其實剛剛有幾位也是公民憲政推動聯盟的朋友都講過了 我說人民會非常的失望 而且包括像賴宗強律師也在喊話 因為立委馬上要籌新的選舉還有總統的選舉 那這個大選會不會變成是一次民間蜂擁而出 來做一次反輔選的一個大戲呢 也就是說如果人民覺得很憤怒 明明是你們自己提出來說要修憲啊 結果到最後怎麼搞得好像是虛晃一招 又是在欺騙人民嗎 我覺得人民的這種素樸的感情啊 其實是容易被挑起的 那台灣不管怎麼樣 每一次在大選的時候 各種議題啊 怎麼樣子去掌握 其實就是選舉結果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包括我們看這一次的英國對不對 本來大家好像在認為說是勢均力敵 這個結果工黨一敗塗地 所以非常多出乎意料的這一些選舉的結果呢 他反而印證了說真的不要激怒人民 真的如果要不然的話人民的這個選票呢 常常會用來教訓這一些要參選的候選人 不管是總統或是立法委員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朝野可能在意志力的展現上面呢 真的有所不足 所以剛剛才會講說 賴斯堡委員好像講說 如果是沒辦法不接受這個全盤好像要來讓國民黨的這些方案可以通過的話呢 那就拉倒 那我很怕這個拉倒真的不是誰拉倒誰 而是選民拉倒了兩個朝野政黨 讓這個選票都集中到第三勢力去了 我覺得這個其實不見得不會發生 所以我還是在這邊因為是最後一次的修憲公聽會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表現出說民眾有這樣的那麼高的期待 然後大家把這個憲法真的當作是一個理想的投射 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慢慢去形塑出一個國民的總意志 這個也是保障台灣的自由民主這種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一個籌碼 所以到底是朝野如何來回應人民呢 我是覺得也許真的大家都需要有一種把所謂政治的藝術呢 其實就是畫不可能為可能的藝術 所以非常期待真的不要讓人民失望 然後這一次的修憲真的可以有感有力又有效 我覺得有這樣的感覺呢 人民才會在公投的時候予以支持 要不然我擔心如果只通過一條 什麼18 降低到18歲 我上個禮拜在很多社區大學參加了公民州的討論 現場調查幾乎有一半以上是不贊成降低投票年齡 所以到了公投反而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很大的難關 所以除非有配套 要不然我覺得這一次的修憲到最後搞不好落成的 真的不只是一事無成 而是人民對政治人物再一次的很大的失望 好 謝謝 謝謝顧中華教授 我們最後請李淳成博士後選人發言 主席各位先進各位老師大家好 很高興能夠再次來到公聽會發表前見 那麼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從第一頁開始好嗎 對不起 往前 往前 再往前 再往前 對對 從這邊開始 好 請到第二頁 謝謝 那麼議題很多 我們直接記錄正題 是不是15%到3% 其實剛剛各位先進都已經提到了 其實15%到3%也不見 你說要有什麼學理根據 要說有也可以有 要說沒有也可以沒有 因為它純粹是一個政治角力的結果 那麼起碼在法國還是沒有這樣子 法國根本沒有不分區 全部都是地區選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每次總統選舉 總統選舉的候選人 這三屆來每次都有15個人以上 因為小黨各個小的政治勢力 一搏眼求者太多了 所以它可以隨便找個議題出來 就可以一個總統候選人 那麼因此在國會裡頭 法國就不允許這樣 這些沒有只顧少數人的想法的政黨再出來 比如說反猶太啦 比如說趕走外來 趕走有那個 是外國國民 現在是法國工作人 因為法國現在 制度高了12% 10%到12% 所以這些政黨很多 那這些政黨 如果讓它3%就進了國會 法國國會絕對是永無寧日 所以法國國會根本就沒有這種 所以就沒有不分區了 它直接這樣做 那麼我們現在到5%到3% 其實完全靠大院的決定 然後看朝外兩黨的協商而定 那麼這樣3%當然是對話者數目就增多了 那其實當然想要配套措施 黨團協商制度就應該要修改 假設說以後人變多了 長到3%都要變多了 那麼它的協商制度 目前的這樣協商制度 是否還在持續 那我們這是可以考慮的 所以說出席人數就要以政黨 習次比例為準 就沒有辦法像現在以都是一個人 或是要兩個人 就是選定兩個人就出來 那麼簽字就結束 等於是說習次的多寡 在朝野政黨協商這邊 就完全已經看不出了很大的差異 那這個時候 這就是我們有關於 不分區比例 你們看是不是要降低 就要考慮了 請下一頁謝謝 那麼有關於 是否要賦予人民得修修憲 法國也沒有 當然不是說就不尊重人民了 而是說你修憲的議題 本來就是這個 今晚有萬端 牽涉很多的議題 那所以法國就只有公民連署 來提出法律修改的制度 就沒有提出修憲的制度了 那這就完全是各方的考量 並不是說忽略了人民的修憲的意願 或是修憲的動能 而是我們知道修憲的議題 確實是廣 確實是廣 所以他不僅公民連署 提出法律修改 而且呢 再往下一頁 那其他程序也相當的嚴格 剛剛這個郝老師 郝培生老師說過 五分之一的議員提議 是的 他的門檻不是很高 但是後面他走 比如說他還有十分之一公民的連署 大概相當於四百六十萬公民的連署 那麼這種門檻其實還是相當高的 因為五分之一是一百八十五席的國會議員 那麼四百六十萬公民的連署 四百六十萬公民連署 大概相當我們的 就已經快三分之一的人了 那麼提過之後 那憲法委員會還要審查是否核憲 因為任何一個法律提案的提出 都要他核憲才能夠進行公民投票 這一點是很 剛才國內很多人沒辦法想像 大家覺得公民投票應該是個天賦人權 但是法國完全沒有這樣的想法 所有的公民的修改法律一定要在核心的角度下走 一定要憲法委員會的修改的審議 才能夠通過現在往下走 謝謝 那這就是我所說的憲法委員會 是針對他的內容 是要確認不違憲才能夠交付公投的 他要首先針對連署公民的數目的審查 那還有第二 針對法案內容是否違憲的審查 我們可以想像 比如說我們現在以大家反覆討厭有錢的想法 如果你提一個有關財產權 這個徵稅 課稅累積急距 急距拉高 拉到一個很不合理的情況 大家都很高興啊 富人多課稅啊 那這樣是不是完全合憲呢 他們就為了要反覆這個節目 還制定這種限制 請在往下 謝謝 他的全國公民確實沒有表決門檻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公投 剛好也是說法國公投都沒有門檻 其實未必是全面的 地方公投就有門檻的設計 他就是必須把單數以上的選民參加公投 而且贊成票要達到半數的時候 地方公投才能夠通過 全國公投法還沒有類似規定 這條規定是2004年增加的 因為他們發現全國公投的沒有門檻 所以變成越來越難以凝聚共識 所以他在2004年在修改 在制定地方公投法的時候 就把地方公投的門檻明文規定下去 一定要有一個門檻 才能夠凝聚更多的改革共識 請再往下走 公投的虛數率我們就先不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 請再往下走 謝謝 公民連署的時間我們可以看 請再往下走 謝謝 這倒是很有意思 公民連署公投立要求 我這邊特別介紹 因為 字好像有點小了 不過沒辦法 最主要是 在法國公民連署公投的時候 他在總統大選期間 國會議員競選期間 歐洲議員競選期間 都是不能夠進行公民連署公投的 真的非常奇怪 因為他為的就是怕說 選舉跟公投相互綁在一起 互相裹挾 所以他就把它嚴格拆開來 公投就是公投 那麼公職員投票就進行投票 這一點當然我們台灣比較不能接受 因為已經是連續兩次 連續兩次總統大選跟公投是一起進行的 所以我這邊提出來 特別跟大家認讓大家說 其實這大國代對公投的設計非常細密 而且考慮到 把政治的投票競爭把它切開 請再往下走 謝謝 那麼他的公民連署方式 鄭麗君委員所提到的 比如說這次公民參與有所不足 那麼公民參與連署 公民要進行修憲 公民修憲可以啊 那麼你要怎麼做 比如說法國在連署方面 他是用電子方式為之的 可是他並不是讓每個人上網 他是你要走到各個市政府或是區公所 在那邊用電子方式去連署 為什麼要這樣做 第一個 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有網路可以上網 所以他怕造成不公平的現場 第二個最重要還是網路安全 防止灌票 防止有人作弊的情況 所以要走到市政府或區公所 才能夠去進行連署 請再往下走 這是有關於公民連署公投的財務限制 不是今天的重點 我們先跳過去 如果待會還有時間的話 再回來請跳過去 謝謝 再請跳過去 謝謝 那麼現在就是門檻是否要往下修 那麼我們剛剛都提過了 修憲目前的高門檻也是很奇怪 那當然是2005年的時候的一個特殊的考量 當然我是站在他往下修 起碼在提案的方式 在立法院的時候就往下修了 那麼可是問題是公民覆決的門檻要怎麼辦呢 那麼是否要用一定的門檻 那麼有很多的論述是認為說 缺席票或是說不表示一斤的票 認為說這個部分就不能夠 反而是影響了可決的有效性 所以說要把公民的門檻降低 其實我個人對這種想法相當不能理解 為什麼呢 因為在各種國際 比如說聯合國的會議 或是在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的立法院會議 你投票表決出席與否 本身就是用政治表態 棄權也是用政治表態 投可決票 投贊助票也是用政治表態 因此不去投票的人 公民投票不去投票的人 意見可能很多種 意見可能很多種 但是起碼它不是肯訂票 所以你不能夠把它不去 把這種缺席的 沒有去做 就是說這個你會影響到我們可學的 贊成的可行性 那這樣我們就一把硬拖下來 我認為這是倒鼓回音的說法 而且也並不合理 因為任何的政治意見 特別是在我們這個地方 高度對立緊繃的情況之下 如果門檻有一定的門檻 而讓大家也能夠過的話 其實這樣子的高度 經過高度門檻 表決出來的修憲結果 事實上才是獲得大家高度肯定的 而且能夠搶走實行的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最後下面舉個例子 然後放有2000年公投 將總統的新年改為5年 投票票才30% 這贊成那個高的83% 有什麼用呢? 才24%的選舉公民 贊成這個修憲案 正當性顯然是不夠的 所以因為它這樣的設計 導致總統權力進一步的失去制衡 所以因此這種 當時的公投的低門檻 造成非常大的貴病 很多人都在批評 請站往下一頁 最後一頁 謝謝 所以說在2005年 歐盟憲法草案公投的時候 投票率高的99% 贊成比例是45% 反對比例高達54% 那我們可以看到 參與的人非常高 那麼反對人也很高 雖然說後果嚴重 可是因為反對者有充分高度的正當性 所以相關各方仍然必須尊重 從而另行設計歐盟的憲政制度 那這些事都是 我個人認為在我們 在高度統獨對決 藍綠對決紛爭的 高度已經是很緊繃的社會下 甚至是嚴肅考量 如果說你門檻降太低 門檻降太低 通過好像很容易了 好像是信任都能過了 可是事實上沒有辦法獲得大家的共識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結果是否 另外一邊的人絕對是不認到底 我們可以看到2000年總統選舉的 記憶猶新大家都不會忘記 好的 非常謝謝 好 謝謝李博士候選人的發言 我們第一輪學者專家的發言已經 這個發言完畢 那我們接下來請委員發言 不過就是在發言期 容主席稍微再聚焦一下 因為剛剛一開始有些委員還沒有到 再聚焦一下本次公聽會的一個重點 那本次公聽會很關心的 除了第二個提綱公眾參與之外 最重要第一個提綱就是說 我們後續的審查能不能有共識形成 還是一事無成 那尤其是這個剛剛多位也都指出 我們在目前兩大黨對社會的宣示 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都認同所謂兩階段修憲 那這個兩階段修憲到底第一階段優先項目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看就是說公民團體的第一階段優先的這個清單議題 是在我們今天的提綱裡面這四項 參政權年齡下降 擴充人權 立委選制的改革 以及修憲程序跟門檻的下修跟人民提案權 那民進黨的第一階段有這個五項的這個主張 我們那個李俊義召集人也在 那除了大致上跟這個公民團體四項 大致上是也有這四項 那民進黨又多一個五權變三權的題目 這是我們先前民進黨對外所表達過的第一階段優先的議題 那國民黨第一階段優先議題 也有18歲公民權但是沒有被選舉權的下修 那麼以及不分區立委門檻其次分配的3% 那另外還有是不在籍投票 隔圍同意權跟立委兼任慣例 那尤其是國民黨這個曾經對外表達說 18歲投票權要跟不在籍投票一起協商 那隔圍同意權等等也要一起協商 所以這個我是不是希望待會委員在發言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針對我們今天的關心的就是說 兩大黨所主張的第一階段修憲 有些相同有些不相同 但是有黨團要求要全部都過 要綁在一起談 那是不是有所謂互違條件說這樣的情況出現 因為這讓社會非常憂心說 那未來的協商是否可能會形成共識 是不是會如社會所期待的這四項優先的議題 能夠有具體的這個成果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接下來委員跟第二輪的學者專家 我們能夠再聚焦這個部分 來進入深入的討論 那並且在所謂這四項優先裡面 有關於這個被選舉權目前有一些還有不同的看法 以及門檻的部分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能夠再進入深入的討論 好那我們就接下來一一登記順序發言 請第一位請吳玉森委員發言 那發言時間每位委員三分鐘 謝謝主席各位學者專家 還有各位我們出席的委員 我跟主席一樣大概12點半以前就到了在現場 一直都聽各位學者的高見 我沒有能力去判斷說誰講的是對或錯 但是我舉一個小的例子 有很多事情可能是違憲的 可是我們立法院在立那個法 譬如說賴清德委員在立法院跟我內政委員會 統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聯手去反對一個立法院的選區 十年不變 單一選區十年不變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違憲的法律 也就是說當時因為有某縣市的人認為 他們怕他們的單一選區的名額變少 所以因此硬要推一個法律 結果後來那個法律是藍綠合作通過的 那我們也有藍綠的委員去反對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藍綠合作的 大家抄議協商簽字的就通過了 所以像這種所謂的人口比例的變動 影響到習氏的代表性 這其實跟修憲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我們立法委員本身 如果能將心比心 或從抄議藍綠的觀點來講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城市的變動那麼大 第二個我今天我提了一個修憲案 大概勉強符合招委所立案的擴充人權清單入線裡面 就是有關憲法國民教育的權利 我們從38年國民教育就只有6到12歲 結果到民國57年開始呢 就是9年國民教育 我民國66年讀政大政治系 我的憲法老師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憲法其實應該要改 要改成9年國民基本教育 或9年國民教育 可是從57年開始到現在沒有改過 然後呢 我們又從103年開始 我們又來推12年國民基本教育 所以這次我提一個修憲案裡面 就是把國民教育從6到12歲 改成6到18歲 但對不起沒有人重視 教育學者也沒有人理我 然後媒體我去推銷也沒有人理我 大家都不討論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跟政治沒有關係 這真的是教育的基本人權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沒有人在意 因為我們憲定憲法只有6年國民教育 所以其實我們強迫入學條例裡面 去處罰那些不進入9年國民教育的 它是有違憲之餘的 但是我們長期以來習言不察 所以我說類似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是很容易可以從超越藍綠 或者是沒有政治意識形態 大家都共謀對策的 那第三個我要講的東西就是說 我們這個憲法好像從蔣經國先生過世之後 以鄧惠總統到陳水扁總統到馬英九總統 大家都說總統有權無責 行政院長有責無權 所以我不管是傾向內閣制 或傾向總統制或者半總統制 或者是不完全內閣制 我要問的就是說 目前這個憲法修成這樣 我們可以容忍這個權責部分再繼續嗎 不管他未來總統是不是蔡英文主席 或者是什麼人 所以我這個地方 我翻出所有蔡英文主席過去的論述 全部都是一面倒主當內閣制 民進黨的主張都是一面倒主當內閣制 所以我上個禮拜開玩笑跟朱立倫主席說 如果有一天你變成中華民國總統的話 我要檢視你 你是不是堅持你的內閣制的理念 你敢不敢在總統的任內裡面去推動內閣制 所以我承認馬英九總統在這一點是不夠勇敢 不過馬英九總統本身 他從來沒有主張過內閣制 這一點倒是真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個東西 對不起我不是要批評誰 我只是說我們基本上思考很多問題的時候 有政治的力 當然可是有憲法的永續的經營 那因為我本身是政治系的學生 我們的理想性格是比較傾向內閣制 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所以我們今天我個人的理念就是 我不會很堅持說立委要不要堅任官吏 但是我主張可以考慮讓內閣同意權 行使同意權讓他恢復 回到有一點制衡的一個角色 否則的話未來歲月不可期 藍綠不知誰執政 未來政黨輪替怎麼輪替 不知道 但如果這個情況再下去的話 管他內閣管他總統制 權責部分的情況 還是沒有辦法 對不起我再加一分鐘 那不在籍投票 我也是認為跟18歲的公民權 在我的認知當中 我認為兩個都一樣重要 我都覺得很重要 因為不在籍每一次的選舉都超過100 像九合一是114萬人 他沒有辦法反價來投票 在戶籍地投票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網路時代 我們現在這麼發達的時代 我們去跟年輕人講說 我要爭取你18歲的投票權 可是我告訴你說 你如果不在你的戶籍地的話 對不起你還是不能夠投票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的修憲案裡面 我把它排除掉在中國大陸地區的人 其他我認為都應該大家 將心比心來共同來追求不在於投票 所以我對各位剛剛的高見 我沒有任何的批評 但是作為一個國民黨立法委員 我們的內部政策還在形成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應說 我們那個黨團那個意見 是怎麼來回應 因為我們還會經過黨團大會裡面 來表達出我們個人的看法 我會根據我剛剛這樣的一個理路 在我的黨團裡面 來表達我的看法 那賴斯堡執行長他的觀點 他代表了一個 這個時候他的黨部的一個觀點 我覺得請大家要尊重他 畢竟我們是公聽會 也不適合去做過度的政治批判 所以我還是要講說這一次 我還是要很肯定 今天我們在場的立法委員 幾乎我們都是每一場都出席 盡量大家都來拚取各種不同黨派的意見 我希望藍綠多多的腦力激盪 對這個國家 對這部憲法 對台灣政治應該是比較好的 謝謝 好 謝謝吳玉森委員 吳委員你還是沒有告訴我們 有沒有條件說 人家人還在政治中的黨團 所以還不是國民黨團的這個共識 那您個人呢 您個人認為要綁在一起談嗎 可以一個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列入紀錄 吳玉森委員支持 個別來做討論 不要綁在一起討論是不是 好 謝謝吳玉森委員 好 我們接著請李貴明委員 謝謝 主席各位先進朋友們大家 午安大家好 每一次的公聽會呢 我都只鎖定一個題目 也就是說這個主席所列的題目 今天我的題目呢 我覺得我要強調一下這個 就叫各位學者專家 關於病例制跟連例制的選擇 那我們都知道 依照這個憲法徵修條文的規定 其實剛才大家也提到的 要修憲它的門檻其實蠻高的 而且修完憲之後 因為我們知道法律不能夠抵觸憲法 所以它的影響層面也是很大的 所以今天我們在談修憲的時候 當然我們要很謹慎 那提到病例制跟連例制呢 我覺得民眾啊 對於什麼是病例制 病例制連例制呢 我覺得大概可以講百分之九十的人 不清楚 即便是本院的委員 其實都不一定完全清楚 我可以用一個圖很簡單的 表述我的理解 如果有錯的話 我希望學者專家可以給我指證 我覺得從剛才 尤其是這個我們博士候選人提到的 哪個國家 譬如說像法國也好 英國也好 他是一個相對多數 也就是說他只有區域選出來的委員 比例代表呢 是另外一個極端的 他其實就是政黨的一個代表 他是選一個政黨 由政黨來做一個決定 病例制跟連例制呢 應該講說是在兩個中間的 病例制呢 他是因為政黨出來選出來的不分區呢 他是獨立的 所以他比較傾向於相對多數這個部分 但是連例制呢 他是從政黨選出來的票去減掉區域委員出來之後 剩下不分區的人數的代表 所以他比較傾向於比例代表的這一端 那因為這樣的一個關係呢 我必須要提到就是說 當我們在今天談台灣 究竟是要病例制還是連例制 我們都知道在上次修憲之後呢 是確定的是病例制的一個方式 我剛剛也聽到大家的高見 好像似乎提出來 好像是應該是要連例制 可是我們看一下四字721條 他的理由書上面他怎麼講呢 他認為病例制啊 他可以強化政黨政治的運作 他可以跟區域的代表相輔相成 我們都知道區域的代表 區域的委員跟不分區委員 其實他的功能是不太一樣的 不分區的委員呢 區域委員比較強調他對於區域地區的 民意的一個反應 可是不分區呢 他是比較著重於在他的一個專業 那我們知道 以台灣目前的一個現狀 台灣基本上來講 並不是傳統的區域的這個經濟體制 現在是全球經濟化 所以台灣不僅僅要解決台灣自己本身 各個地區所面臨的問題 同樣的他要跳脫一個區域經濟 他到一個全球的一個經濟 所以當我們在講說反應民意 甚至立法院是一個最高民意機關 我們要去解決台灣的法令制度 讓他可以國際化 讓他可以站上國際舞台的一個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單純的 單純的就這些的歐盟國家 不管是德國也好 英國也好 法國也好 這些已經在國際間 已經有一定的分量的一個國家 去做一個比較 就直接說台灣直接跳到那個層次 是不是適合 我是想請教我們的專家學者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只有單純的反應民意的一個情況之下 是不是適合 尤其我們在各區域 其實在各縣市 還有各縣市的議員 他可以反應各縣市的一個民意 那你現在是不是這樣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我要強調 除了專業 因為今天不是只有反應民意而已 今天要監督行政單位 你必須要有專業 你才有辦法監督行政單位 如果缺乏了這樣的一個監督的一個機制 是不是真的能夠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民意的反應 能夠幫台灣站上國際舞台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說 當我們今天在講聯力制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聯力制部分 因為他是從政黨票之後 減掉區域委員 那我要試問就是說 如果從實務上面來講 大家在算計 我是簡單說啦 大家在算計的時候 會不會希望自己本黨的區域委員呢 就少上一點 所以呢 不分區的部分就會多上一點 這個會不會形成你自己本身的黨的裡面 內部的一個競爭或者一個衝突的一個狀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就把我的意見發表到這裡 但是我有一個結論 就是因為修憲很重要 就是因為修憲很困難 所以我們在討論修憲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應該要特別的尊重 要有專業跟區域的一個分工 然後我們在充分討論之後呢 我們確定這個修憲的一個結論呢 是對台灣未來的發展 它是絕對有利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在做這樣的修憲 因為畢竟憲法制定之後相關的法律 必須如果跟憲法衝突的 他必須要修正 以上一點意見 提供我們主委的專家做一個思考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們一個更具體的建議 以上謝謝 好謝謝李貴銘委員 這個問題也許第二輪的時候 我們可以請學者專家回應 不過李委員 是不是你也對於說 所謂兩階段修憲第一階段議題 也沒有反對的意見還是 兩階段修憲第一個階段 你認為 對 我必須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在 我想李委員在這裡 很多的我們修憲的時候 我在的時候李委員其實也都在 李委員都有聽到我的意見 我記得我當初 我忘了是第幾場的時候 好像是李貴銘李委員當主招委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就有提到 今天其實我們在提到修憲的時候 應該把政黨的 我個人會認為少一點算計 少一點算計 少一些政黨考量 少一點算計 我覺得應該講說 大家認為怎麼樣子對台灣好 而且我剛剛前面提到的重點是講說 因為修憲它的影響層面是非常非常的大 除非你確保這個修憲的方向是對的 而不是說你單純的從你現在算說 怎麼樣的情形是對你本身的政黨好 這個我從一開始就講了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李俊逸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先進 今天在座的不管你是不是法律政治背景 不管你有沒有任何的憲法背景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概念 就是說 憲法是人民跟國家之間的權力契約書 但是我們現在現行的憲法 是對人民最不友善的一個憲法 第一個 有關修憲我們是完全不准民眾有任何意見 所以修憲的唯一機關在哪裡 在我們立法院 那針對這個部分 民進黨很負責任的我們提出來 未來我們也會開放公民連署 只要公民連署有5%以上 它依然可以提出憲法修正案 第二個對人民不友善的地方 就是所謂修憲的門檻 這個門檻大概是全世界最高的門檻 在立法院就要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那這樣子的門檻還要公民覆決 有沒有辦法順利的通過 那如果人民離憲法越來越遠 我們覺得這個憲法 就越來越沒有辦法保障人民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寧可多聽人民的意見 多讓人民參與的機會 這是民進黨的基本態度跟主張 那第二個部分我想談的就是說 我們經過十場公聽會 其實交換了很多意見 現在好不容易國民黨跟民進黨 至少有兩個部分是有共同意見 是有共識的 第一個部分是18歲的投票權 第二個部分是不分區的門檻 從5%降到3% 那我在這裡我還是要強調 再一次的強調 修憲不能只有政黨來決定 一定要聽人民的聲音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次修憲的過程中 我收起個人的殺氣 盡量溫良恭儉讓 我們就是希望說 多聽大家的意見 多聽大家的聲音 然後尋求共識出來 如果說國民黨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是沒有看到國民黨的版本 國民黨曾經對外宣布說 他們有各種版本 總共講了三次 但是我們到現在沒有看到 任何一個具體的版本 沒有 我們到現在沒有看到 那國民黨到現在 還是在擋我們的版本 包括我個人的提案 現在總共有30個案 那包括我的提案 目前還被擋在程序委員會 就是有關政黨 專章路線的這個部分 那我的希望是這樣 我們能夠很靜下來好好的討論 難得國民黨跟民進黨有共識 這兩個部分 為什麼一定要用所謂 你不讓我有不在籍投票 我就杯葛到底 你不讓我有隔回同意權 我就杯葛到底 用這樣的態度 不是我們修憲應該有的態度 所以我在這裡 再一次的呼籲 我們國民黨的朋友 大家都是理性的人 大家都應該 好好的來聽聽民眾的意見 我們靜下心來 難得 國民黨跟民進黨 有共識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可以 針對這個部分來修憲 這個也是我們當初 化成一階段修憲 二階段修憲的目的啊 這麼短的時間 已經有共識的部分 不要用 不屬於修憲層次的 不在籍投票 或是大家仍然沒有共識 沒辦法解決 權責相符問題的 隔魁同意權 只有這一項 那想要企圖 完成自己的政黨算計 我們還是靜下來 共同來討論問題 達成人民心願吧 這是我們應該 要共同努力做的 所以我在這裡 也很負責任說 民進黨 我作為民進黨 修憲小組的召集人 我在這裡很負責任說 民進黨在這次的修憲裡面 沒有任何的條件 我們就看討論的過程裡面 那有什麼樣的結論 我們希望這一次 是有所成就 而不是一事無成 以上謝謝 謝謝李俊英委員 非常清楚的陳述 我們接著請油美女委員發言 主席還有在場的委員 以及所有列席的專家學者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立法院的修憲委員會的 第十場的公聽會 也就是最後一場的公聽會 那聆聽了許多專家學者的意見 我想有一個共識 就是憲法 它其實就是人民的一個共識 但是非常遺憾 這樣的一個憲法 不管它的制定 或是七次的修憲的過程裡面 人民都沒有參與 所以呢 這一次好不容易呢 經過太陽花學運 那以及呢 這個科幣的現象 那甚至呢 就九合一的選舉 而有今天這樣的一個憲法時刻 這樣的一個憲法時刻 到底是要讓它破局 還是要讓它能夠真的 從第一個階段 能夠進到第二個階段 能夠真的 形塑人民的一個共同的意志 來成就一步 真正屬於人民的一個憲法 我想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也是兩黨或是所有的政黨 應該要共同去省思的 所有的政黨 我想也不外來自於人民 那今天將來的選舉 我想也完全 蓄於人民手中的一票 因此呢 我想所有的政黨 必須要放下自己傲慢 必須要去傾聽人民的聲音 所以如何能共同來成就 這樣的一個憲法的時刻 能夠去形塑人民的一個 共同的意識 讓第一個階段的修憲 能夠過 那讓第二第二段的修憲 能夠啟動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要讓人民能夠 因為第一個階段 即使我們立法院提出提案 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公投 所以當你的第一個提案 立法院所提出來的提案 不能夠去感動人民 人民覺得說 那些跟我東西是沒有關係的 這時候我相信那個公投呢 是沒有辦法通過的 當第一個階段 連公投都過不了 我想第二階段呢 是很難繼續下去 所以呢在這裡呢 事實上第一階段的提案裡面 除了這所謂的18歲以外 還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三趴的門檻 我想對於人民最有感的 要嘛就是人權清單 要嘛就是把憲法修憲的門檻下降 我想這個才會讓人民覺得說 這個是跟每一個人有關的 所以也必須透過這樣子 跟每一個人有關的時候 才有可能去讓所有的人民 願意出來投票 那也只有透過公投的通過 這樣高門檻的通過 才能夠去凝聚第二階段的一個共識 也才能夠去成就所謂的憲法時刻 我想這是一個千載難逢 從我們的憲法制定到今天 完全沒有人民參與 那我們如何能夠利用 掌握這樣的一個憲法時刻 讓所謂的人民的意志能夠共同形塑 讓所謂的憲法時刻 能夠真的被實現 我想就在這關鍵的時刻 也就在你我的心中 也在所有的政黨 大家放下自己的算計 好好傾聽人民的聲音 謝謝 謝謝油美女委員的發言 我們接著請李英元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所有的學者專家 最後一場了 第一輪的最後一位 我真的是再度表達 這個對我們學者專家 共同參與這個修憲的公聽會 因為這個本來是說中午的時間 其實是到兩點半 但每一次都拖到三點半 實在不簡單 大家都是還有課程 還是各方面的業務 所以再度感謝 那我想做一個稍微階段性的結論 譬如說這個 這個有關年齡的下修 我完全支持 就是選舉前18歲 那參政權到20歲 以這一次英國大選最顯著的一個例子 這個Mary Black 這個大學法律系四年級的學生 我在臉書比較PO她了 就打敗了工黨的這麼非常資深的這個郭議員 還是工黨的競選的負責人 以及他外交事務的發言人Alexander 非常不簡單 我想這個應該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提示 所以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人權清單 我們應該努力來入憲 包括吳醫生委員 剛剛那一件事前我也支持 包括住宅的這個基本的權力還有很多 立委的選制的改革 我支持聯立志 那部分區降為3% 但這個都支持 但是聯立志 立委選制的改變和這個行政權之間 應該比較配套 我想這個部分希望在第二階段 大家比較完整的討論 基本上我個人是認為 完整內閣制 或完整的總統制 其實我都可以接受 我認為民進黨當時在蔡英文主席主持的 修憲那個重大議題會報 其實也是抱著這個態度 沒有預設立場 只是說現在因為台灣社會 我們好不容易爭取到直接民主 這個總統直選這個已經很 大概是很久在可預見的未來 要很長一段時間不會改變 因為這個權力太重要 所以基於這個原則 就是我個人一直主張 以圍繞總統直選 總統權力這麼大 然後人民對他要求那麼高 愛恨都非常的強烈的狀況下 以圍繞這個總統直選這個核心 然後做周邊的一個調整 那修憲門檻要下降 也是支持包括人民的提案權 應該有這個提案權 所以我是認為六月十六很快就到了 我希望包括在座都是非常熱心的好朋友 我們一定不要上次這個信心 包括像剛好培之教授那樣的一個比較簡單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 還是應該做成這樣的一個懶人包之類的 像所有的年輕學生透過現代網路來發酵 掌握六月十六之前 六月十六之前 那之後當然在寒暑假到地方 來做直接的草根的論壇 如果有這樣的話我個人都會願意來加入 最後一點比較可惜的是說 像剛剛那個李準成教授 這樣的一個對話 如果像好培之教授如果在的話就可以對話 包括林中山教授剛剛的講法 這個之前我們說我們修憲很簡單 那其實在那種台灣非常特殊的歷史情境之下 那時候李總統透過很多次的維修 來達到最後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其實大家都認為那時候已經世界肯定 不容易 所以其實在很多的特殊狀況下 每個國家每個國家的特殊狀況 那我們既然現在最為一次修憲 把這個門檻提高那麼高 包括立委的席次大家都知道 已經是沒有辦法應付台灣目前的狀況 所以不要太簡單修憲 也不要完全不能修憲 我想大概是目前大家共同的一個想法 我們繼續努力 再度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謝謝李英元委員的發言 那登記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那其中李慧銘委員另提補充書面意見 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那我們接著就要進入學者專家第二輪的發言 那每人五分鐘 那也是會成為我們十場公聽會的最後總結發言 我們開放發言 我們先請陳茂雄會長再請徐瑋群教授 主席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我們在會場呢 如果發生大事情的話呢 我們台上幾位的話呢 很可能有人要記過 只有政委員沒有過可以記 因為政委員沒有過 那各位 台上各位的話 都要不只各位要聽政委員的指揮 連秘書長都要聽政委員的指揮 所以該叫的叫說有責無責 台上應該叫 你們都說有責無責 反正只有政委員是有責無責 政委員沒有過可以記 其實這個很簡單嘛 政委員受到人民受權 他當然有權啊 那各位的話呢 是被派論到這個地方 當然要聽指揮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嘛 怎麼會有責無責 有責無責的問題呢 行政院長 並沒有受到人民的受權 他的地位 本來就是總統的秘書長 要聽總統指揮 這天經地義的事情 怎麼會有責無責 有責無責的問題 另外我本來是不想講 當然因為剛剛我聽到那個 賴律師談了 說有人要綁 這個隔魁任命同義權 這件事情的話呢 那個 所以我心裡花毛 所以我要提出來 那個 這個綁這個案 如果拿這個來綁的話呢 那真正是 瞬計 患者太深了 那個 而且呢 理由就是有責無責 跟有責無責的問題 所以我來這個時場的話 他聽了幾十次 都聽到要破面了 那 台灣的總統有多大權力 跟美國總統比起來怎麼樣 美國總統的話呢 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總統所屬的政黨 那個參院 中院都少於三分之一 沒有發生過 那只有沒有發生過的話呢 美國總統 永遠可以火結 國會的 所表決的議案 所以國會一點權力都沒有 全部都總統的 但是美國總統 不輕易動用火結權 這是他的美國總統的風氣 所以你跟美國總統比起來的話呢 那差太多了 那而且 那些行政與立法分立的國家 你說誰 有國會又來控制總統的 要任命的那個 那個 格魁 那個 內閣總理的問題 法國都沒有 所以像這一類的問題的話呢 那個綁在一起的話呢 事實上真的是算計太深 因為從第四次修憲到第七次 從來就沒有人提過說 有責無責 有責無責 是不是選舉的情況 有一些變化啦 所以這個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那像這種情形的話呢 這個是有爭議性的 我就建議是留給下一屆的立委 去討論 好好的去討論 看要去用打架的 或者什麼樣的 好好去爭執 但是這一次的話呢 不要綁 不要用綁架的 應該一些有共識的 以及把門檻降下來 先解決比較重要 抱歉啦 因為我剛好聽到那個 這個消息喔 我是嚇了一跳 還有這種綁法 那還有我們一直在談 談的那個 內閣制才好 那個我們現在的這個 行政與立法分立的不好 就舉個國外的例子 事實上喔 有太多國外好的例子的話 台灣就不能推動 那因為台灣的情況非常特殊 為什麼呢 第一個 我們如果我們現行的體制是 人民授給總統行政權 人民授給國會立法權 完全分立 那內閣制的話呢 是只有人民授給 國會的那個立法權 之後 行政權 是由國會去處理 所以這種情形 你沒有理由 剝奪人民 選擇行政所長的權利 你不能剝奪 第二個 台灣的風氣的話呢 對那個小選區 尤其是立委的選舉的話呢 所以是因為政見來選舉 沒有 立委的選舉都是人 總統的選舉的話呢 什麼兩岸政策 什麼政策都來 所以總統選舉的時候呢 連政策都已經考慮在內 立委選舉很少考慮政策了 所以你也不能剝奪人民 對有關這個政策的決定的選擇 這你不能剝奪 還有一個呢 那個 講的比較不禮貌了 我們的立法委呢 都很優秀 但是有沒有會選案件 有 每一件選過的話 就有會選官司 那是用錢買來這個立委 你叫他掌握立法權 又掌握行政權 好嗎 但是總統目前沒有出發生過 會選的官司沒有 有沒有會選我不曉得 但是全國性的嫌棄 不容易會選 所以說這種情形的話呢 你當然要選擇 讓人民選擇一個沒有會選的 來掌握行政權 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那個竹田那邊曾經有立法委員 率民眾 去包圍竹田那個收會站 說我們這裡讓你不能收會 這個情形的話呢 這個使用者互惠 本來天經地義的事情 為什麼只有你們那邊不互惠 但是他這樣有選票 但是如果總統做這個動作 我看你就要退出政壇了 很明顯的 那個你總統你選擇的時候 你對國家大事 任的大事人家都考慮 那那個立委這個小選 去來選舉的話呢 他就要考慮他地方 他很離譜很荒謬的事情 他可以做出來 所以很明顯的話呢 選政大選應該是有那個 這個人民來選擇 抱歉了 好謝謝謝謝 好感謝陳委長第二輪的發言 我們接下來請徐偉群教授 謝謝 主要是要呼應剛才 油美女立委所強調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一次的限改契機呢 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下修 休閒門檻 那我們記得 我們在前一波的 憲法時刻 之所以可以有七次的修憲 那時候並沒有這樣的門檻 這個門檻是後來 為我們後來這個 這個可能性所設的 那我們要強調的是說 剛才聽國民黨立委 就是吳俞生 也說了 他很相信的是內閣制 可是不要忘記 如果你真的要在這個國家裡面 建立一個你理想中的內閣制 還是必須要通過這個修憲門檻的考驗 如果這個門檻現在做成這個樣子 變成國家 該改革 沒有辦法改革 那麼什麼樣的理想都不可能達到 所以我們 再次呼籲 在這個階段的修憲契機裡面 首先要處理的就是要下修 修憲門檻 讓修憲成為真的可能 謝謝 謝謝 謝謝許偉君教授第二輪的方言 我們接著請呂聖銘顧問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學者專家 你們好 針對這個連立制以及病例制 我再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時間關係 實際上這個連立制 就像李貴明委員所講的 他的確是會弱化所謂的區域立委 在這邊也提醒各位政黨委員 也注意一下 這是為什麼在德國的話 你區域立委跟所謂的 區域立委跟不分區的 他的名額都是一致的 甚至一個人他還可以身兼兩個身份 甚至一身兼還可以兩個 而且他的門檻 不分區的這個門檻 所以政黨比例的門檻 他永遠維持在5% 所以各位委員可以試想一下 假定說我們把廢棄病例制 假如說用連立制的話 那麼我們委員增加到150個人 然後門檻降到3% 然後又採連立制 當然現在37%的比例 政黨之間可以協調 那會發覺這個是蠻奇特的這個制度 跟德國會不太一樣 到時候會變成怎麼樣 真的是小黨伶俐 這個是或許是 當然我不是說小黨伶俐不好 但是在我個人 但是這是我個人 與學者專家立場來看 還是朝向兩大政黨正常的發展 還是比較好 從這次英國的大選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狀況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而且當然你現在即使說 要改採連立制的話 因為自憲關係 下一次的立法委員選舉 也可能用不到 但是民意如流水 就像李委員 李委員他以前提到的 飄飄不等值 或者是DPP得票率 有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五十 在過去2008 2012的經驗 可是實際上的 全體的這個得票率 立法委員得票率 反而是KMT的是比較高 但是各位可以想想 這種情形可能未來的 下次選舉 也可能發生在什麼 KMT的這個身上 對不對 所以說哪個制度是比較好 後來哪個制度是比較公平 那麼我想2005年那一次 可能是鑒於並立制 至少說人數確定 他以政黨的得票率的比率 來適用到固定的不分區身上 他至少說他比連立制的 第二票來決定 所謂的這些不分區的人數 至人數不能確定 我想這一點 我們台灣的老百姓是能夠接受 或許還有的爭議 那第二個就是 我講的一些門檻的 一些修憲的門檻 以及公共門檻問題 因為我覺得李老師 並不是不能對話 那實際上 我是當然不是很贊成 在這一點的話 因為很多學者專家 他提出了很多歐洲的這個例子 或是德國法國的這個門檻的例子 再一點點 因為我是留美的 所以我提出了一些 美國的一個例子的看法 在美國的修憲的話 大概是要三分之二的門檻 也就是說 州議會通過的話 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州 或者是說 在美國國會 要有眾議員三分之二 或參議員三分之二 他們的連署以及通過 就是他們同意就好了 他們並沒有所謂 大陸法器國家的這些連署門檻 然後再表決門檻 只要三分之二通過都可以 那他們對憲法的這個修改 它不是以整個條文來修改 它是以所謂的附屬條文 它來修改 所以說呢 而且呢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即使通過以後 還要經過州的所謂的會議 或州的自宣會議 四分之三的批准才可以 所以其實他們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 其實也是門檻蠻高的 所以我給各位報告一下 所以最近他們 參眾議員他們最近有提出一個議案 也就是說呢 在被選舉人的年紀呢 要降為二十一歲 那後來還是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 我想這個情形也可以給我們台灣 他來做個參考一下 可以做個參考一下 那所以說呢 你這個修憲的這個門檻也好 或者公投的門檻也好 實際上我們心平氣和的來看一下 當然公民是有這個權利 可是公民的權利 就附足在各位立法委員的身上 2500年以後呢 我們把改變了這個全球的這個局勢 我想這也是很台灣的成功的地方 也就是說 那每一個委員呢 經過下一次明年國會立委選舉的時候 我想很多各方面的修憲也好 或是共識也好 達到極高的共識的話 那門檻很高 那也why not OK 好 報告完了 好 謝謝李顧溫 還沒有其他 這個李博士候選人 請第二輪發言 謝謝主席 再用大家最後一點時間 有關於共同門檻 這些大家都提了很多了 那實際上我個人一直不覺得 不認為說公投門檻這麼悲觀 在我們 在我們事實上已經做過好幾次公投了 已經做好幾次公投了 而且每一項的公投都是贊成 之所以沒有通過是什麼 是因為人數的關係 就是大家覺得 你要過半數的公民參與 然後過半數的表決通過 之所以沒有到這樣 是因為雙方政黨動員的結果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因為雙方政黨對於立體態度 窘然不同 所以各自動員自己的民眾 去投對方不傳正常的票 所以因此這樣兩邊的議題通常都贊成了 可是因為人數步道不能通過 我們是想如果說今天大家提出的都 我覺得很好啊 這個比如說 投票權 投票年將近18歲 或是其他的議題 如果大家是能共識的 我相信 如果各自這種黨都不 不對 不把對方扯後的的話 是很容易 是會容易過 是可能過的 那麼再下來就要問到 修憲到底要不要門檻 其實剛剛說 門檻其實各國門檻都相當的高 其實都不算低 剛剛李徐民老師也說明了 在法國也是 他雖然表面上 他是如果說要進行國會修憲 國會都很高 那我贊成比如說 立法院提出修憲的案 這個門檻是可以低 但是他要表決的時候 表決的時候 我還是贊成維持雙方 這個公民 一半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對立太嚴重 如果說能夠修憲這個樣子的時候 共識 共識是高了 大家才會去真正遵守這部憲法 而且共識高的結果是 相關國際各方 都會認真考慮這個問題 因為他就不會說 你這個中心只有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二十人才通過 那麼那你其他百分之八十人 名義又在哪裡呢 其實你要回應這個質疑 如果是門檻太低就不行 那麼 非常謝謝政委員說 主持這兩場公聽會 都會提到人權的問題 那實際上我們修 我覺得非常有價值 那麼再來是 可是我們一直沒有討論 國際方面的議題 就是 2015年的歐盟憲法公投 給我們非常大的啟示 是他們所有人都說 歐盟必須聽我們的 結果好了 投票是確實投了 結果歐盟的整合 因此慢了好幾年 變成歐元的走向 一直被美元強勢綁架 結果太高又太低 那早上現在歐元的經濟 沒辦法復甦 這是很糟糕的問題 他拖了好幾年才恢復 那麼你說 好啦 當時爽一時 沒有錯 結果有些人 有一些政黨 為了吸引大家眼球 講了就通過了 不顧公眾利益的結果 是整個歐洲群眾 都付出巨大的代價 那所以說 修憲來講 不只是我們 這個島內的議題 那其實還有 國際各方的關注的議題 我們可以不喜歡 看著我們不能不納入考量 非常謝謝 好謝謝李損城博士候選人 還沒有其他 覺得專家有第二輪發言 好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第二輪發言 也都發言完畢 那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的這個提出來 寶貴的意見 我們都會 這個列入紀錄 然後全程錄音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那龍主席在這邊做一個結論 我想今天非常難得的 我們第十場公聽會 都順利舉行完畢 尤其本屆國會出現難得的憲法時刻 所以我們很希望在十場公聽會之後 我們接下來委員會的審查 能夠在一個月有限的時間之內 形成共識 那麼才來得及在2016合併大選時 交付人民公投覆決 那由目前公民團體 及兩大黨也都宣誓要兩階段修憲 那公民團體所提的兩階段修憲 第一階段的議題 如今天的這個提綱 第一個提綱裡面的相關的主題 那兩大黨所宣誓的第一階段的這個議題 其中有高度共識的是 投票權下修到18歲 以及立法委員不分區席次分配 從5%到3% 這是目前兩大黨對外宣誓裡面 都已有高度共識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 這個這兩個議題 不要如目前在媒體上所聽聞的 必須跟其他議題來互違條件 進行政治交易 我們希望不要有互違條件的情形 不要有政治交易 那其實剛剛有國民黨委員也表達 說希望一個一個談 我們希望這第一點 我們多數的專家都有提出來 這一點的原則 那第二是其他公民團體 在第一階段裡面非常期待 也能夠就人權擴充的部分 能夠形成共識 那麼還有是修憲門檻下修 這兩項議題來形成共識 以回應對人民基本權力的保障 還有修憲權行使 才使為可能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兩項議題 也能夠在接下來審查形成共識 那至於其他有關政府體制 包括像內閣制立委兼任官吏 或隔回同意權 當然也歡迎討論 不過在歷次公聽會討論下來 似乎並無共識 似乎並無共識 那公民團體也希望說 政府體制需要更進一步凝聚社會共識 我們希望作為第二階段修憲的主題 那我們初步實場公聽會有這樣的一個意見的趨勢 我們希望立委同仁 我們都能夠高度來參考公聽會的這個意見 那我在簡要敘述 這四個目前比較有共識的兩大共識 以及兩項基本權力 這個修憲 我在簡述這個大家剛剛意見陳述的一個結論的趨勢 那第一個是參政年齡的下修 絕大多數高度共識 投票權要下修到18歲 尤其不應該跟其他議題互為條件 但要有相關的法律配套 要同時來提出來 那被選舉權的年齡多數意見認為 也應適度的下修 但下修到幾歲 目前還沒有共識 那至於修的修正的方式 是主要大多數是希望修正憲法本文130條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對於擴充人權的部分 高度共識應該要大幅擴充 要從原蓋國師的基本權 那麼改為清單路線的方式來允與擴充 將第一代人權不足 第二代第三代納入 那兩次公聽會 包括第九場跟今天 都有都會提出來 既有委員提出來的清單 事實上還可以再進一步擴充 包括人格自由發展權 人性尊嚴權抵抗權 教育平權生命權等等 不足的部分 那也有學者專家建議 可以考慮在下一階段 再進一步來允與擴充 那除了清單擴充路線以外 也應該對各機關具有拘束力 私人間也適用 那麼同時能夠有國際人權公約接軌 相關的修憲條文 這是第二部分 那第三 有關立委選制的改革的部分 絕大多數的與會學者專家 認為應該採連立制 少數是有保留意見的 那對於部分區席次分配 也高度共識要由5%降為3% 那尤其是也要針對這個票票不等值的問題 這個進一步來解決 這個是有絕大多數的共識 那當然我們也注意到有少數的意見保留 希望維持5% 那最後是修憲門檻目前過高 那應該要下修 並且也應該要賦予人民連署提出修憲的權利 那至於如何下修 到目前的版本提案跟大家的發言 在提案的部分 是有3分之1、4分之1到5分之1都有主張 但是都是下修的主張 那議決的部分 多數版本都一致趨向3分之2、3分之2 那對於公投複決的這個門檻 大多數的意見都認為過高 那影響人民行使修憲的權利 應該要下修 那下修採簡單多數或可以有適度的門檻限制 這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那當然我們也注意到 少數及少數的意見是要維持現行門檻 好這是第一個提綱有關四項的這個意見的趨勢 我想是可以看得出來 有這樣的一個最後的一個結論 那關於今天第二個提綱 絕大多數的這個學者專家都認為說 公民參與修憲 目前市場公聽會是嚴重不足 嚴重不足 而且公民參與修憲 已是國際的趨勢 也可以增加修憲的正當性 公民參與越廣 這個其實未來憲法的這個穩定性反而是比較高 並且可以凝聚民主社群 維護民主更新機制 等等的一個正面的價值 那所以未來應該要立法院要 是盡數來補足公民參與 極致之不足 可以考慮訂定專法 或在公投法當中訂定修憲專章 讓2016公投覆決之前 就能夠增加更多公民參與的機會 也能夠在2018第二階段的修憲當中 具體保障公民參與的這個權利 我想這是第二個提綱的一個意見 好 那我們很希望說今天公聽會的這個結論 能夠有一點點影響力 因為我們沒有聽證權 我們這個公聽會雖然沒有法律效果 不過我們很用心整理了十場公聽會的爭點 那跟整理出大家意見的一個趨勢 我們希望說朝野各政黨的同仁們 能夠高度尊重公聽會大家的意見 回應民意 因為公聽會已經是非常非常不足的公民參與 希望能夠高度回應 能夠讓這一次的這個修憲 能夠有具體的成果 展現讓人民來做最後的決定 好那我們今天公聽會就到這裡結束 市場公聽會也結束 非常感謝大家的這個與會 非常謝謝 謝謝